他叫藤木游座 是游戏王历代最强男主 年仅16岁的 他是刚升上高中的学生 但哪怕开学一个月了 这家伙也没有想和同学们 交流的打牌 并且碰到想和他说话的同学 他还用正三与反三进行交流 比如这个和马说 要交游座打牌 炫耀外部设备说明 对卡组没什么兴趣 第二 到现在也没去过VR时间 说明自己的实力不够 第三 只看外表而不去分析对手 总之作歌针对和马刚才的话语 又举出了三个例子 于是不善于和不正常的人交流的和马 以为遇到了精神病连忙跑开 由于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打牌 所以人们只有进入到VR世界里才能决斗 同时衍生出来的还有AR人工智能 可以辅助决斗者们更好的打牌 不过就在今天 一个名叫汉诺骑士的神秘黑客组织 攻破了AR们的电子键 目的是想要抓住一个黑色的AR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中的Soul公司也想要抓住黑色AR 但就在双方互相竞争时 身为世间顶级黑客的游坐出手了 与自己那开热狗店的朋友 合力做出了一个程序 抢在两大组之前抓住了黑色AR 因为游坐的童年有故事 所以他和汉诺骑士兼有着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仇恨 于是看着汉诺骑士的人正在VR世界里肆虐 刚捕获到AR的游坐就跑进热狗车 来到指定设施里进行变身 值得一提的是 现实里的游坐虽然是个怪人 但VR里的他可是当下最出名的决斗准魂卡 今天他一来到VR世界里 舅舅下了本剧的女主才潜魁 原来如此 游坐捕获黑色AR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汉诺骑士的仇恨 威胁其停止进攻VR世界 至此双方来到空旷区域 黑色AR虽然认为这个警生依人不太靠谱 但还是掀起了数据风暴 让游坐搭乘地滑板进行高速决斗 因为分战力和高速两个模式 所以这里大致介绍一下高速的规则 怪兽区域和魔线区域从5个砍到了3个 并且初始的手牌只有4张 且没有主要阶段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排局搞起 由于这个时代的先攻的人不能抽牌 所以只能靠出使手牌进入操作 汉诺骑士召唤出入侵如虫 这张卡当对方场上没有怪兽时可以特殊召唤 游坐一眼看出这是要上级召唤的节奏 奈何猜是猜对了 但汉诺骑士要用来祭品的怪兽需要两只 因此这个杂鱼在棋手回合 就要召唤出自己的王牌怪兽 以解放两只入侵如虫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出攻击力高达3000的破解龙 做歌见状人都懵了 毕竟自己的手牌有点卡手 同时游坐因为是第一次玩高速决斗 所以不太适应 差一点就撞上了数据大魔 而这个模式下的自己一旦受伤 现实世界里的自己也会受到精神上的伤害 此时卡手了的游坐没有办法 只能在第一次的抽卡中 就使用了注定一抽 果断拿出了自己的靠谱怪兽 先是覆盖两张卡做好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备 然后召唤出神抽到的电子牌 这一瞬间 两大组织的核心都愣住了 汉诺骑士一方更是郁闷到不行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长久以来都想赶尽杀绝的电子戒组卡片 居然还有幸存的持有者 汉诺小兵表示问题不大 任何怪兽在破解龙的面前都会显得无力 发动破解龙的怪兽效果 下降对方召唤怪兽等级乘200的数值 并给予对方玩家等量的伤害 受到伤害的游坐果断反制 他要发动电子男巫的怪兽效果 将对方的怪兽改成守备表示 同时当男巫发动效果后 电子戒组的怪兽在攻击时能获得守备贯穿的属性 好家伙 这就是最强男主的实力吗 用一只四星怪兽就撂倒了三千大怪 你见过藤木游坐用链接召唤出的王牌解鱼马者吗 汉诺骑士想要在这回合分出胜负 于是他要使用自己的技能 首次接触高速决斗的游坐听后一镜 黑色AI告诉他 高速决斗中有一个只能在决斗中使用一次的技能 比如说强化抽卡 增加生命值等等 而汉诺骑士的技能正是双重抽卡 游坐被这个影响平衡的设定下了一条 小黑猜测这是汉诺组织自己编写的程序 只见首握三张卡的汉诺骑士 要使用名为Dedus攻击的魔法卡 效果将卡组中的两张同名卡送进目的 没有一张就给予对方玩家 场上机械族怪兽等级成100的伤害 不如其来的攻击让游坐没有防备 导致他直接被打下了数据风暴 只此千军一发之际 蓝色天使用鞭子将D滑板抽到了游坐的面前 这才救下了游坐一命 汉诺骑士建议机没有搞定游坐后 选择先覆盖一张卡 让破解龙转换成攻击表示 随后将魔法卡大气破解冲击装备给前者 效果当装备怪兽战破了对方时 可以获得连续攻击的能力 然而听到效果的游坐却是丝毫不慌 面对名为流量爆破的攻击时 游坐立马剑指前方 翻开陷阱卡三重强细屏障 效果让自己在这一个回合内 不接受战斗破坏的效果 但即便如此 游坐也还要受到战斗差额的损伤 汉诺骑士嘲讽不为美卡不过如此 稳住身形的作哥表示 自己的生命值还有剩余 但汉诺骑士却表示来不及了 只见作哥的身后出现不稳定的数据风暴 一旦被其吞噬现实世界里的真身也会消失 只此绝境之时 被困在数据风暴中的游坐反应过来 自己是被捕获的黑色烈算奖 而黑色烈的目的就是让作哥被卷到风暴当中 因为这个风暴里面有着极为强力的怪兽 风暴连线是当生命值处于一千以下时 可以随即连线到数据风暴中的一张卡 游坐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声称 自己有必须要赢的三个理由 为了夺回他所失去的时间 第二 为了从黑暗中拯救自己同伴的弟弟 第三 为了给予自己和那个人相会的勇气 这一瞬间游坐冲出了数据风暴 并且结束了汉诺骑士的回合 发动电子南乌的怪兽效果 将破解龙改为守备表示 汉诺骑士见状吐槽游坐在苟延残喘 翻开陷阱卡脉冲炸弹 效果将对方全场怪兽改成守备表示 游坐让身后的汉诺消停点 他要召唤一只名为堆战复活者的怪兽 太天真了 无论什么怪兽在这回合都要变成守备表示 同时汉诺骑士还要发动破解龙的怪兽效果 给予对方玩家召唤怪兽的等级成二等的伤害 而就在汉诺骑士以为可以下班回家时 游坐的生命值却没有归零 破解龙的怪兽效果应该是 根据攻击力下降的数值给予玩家伤害 但对战复活者的原本攻击力就只有100 号称最强的男主的游坐腰开始秀了 发动魔法卡效果整流器 效果当场上有电子戒足在场时 让自己不接受效果伤害 接着作歌还要翻开现金卡电子信标 效果当受到伤害的回合 可以将卡组中等级四以下的电子戒足怪兽加入手牌 游坐选择的是备份秘书 怪兽效果当场上有电子戒足时可以特殊召唤 回路就是这个防火墙 需要增过去才能进行链接召唤 规则是需要两只以上的效果怪兽设置在链接标记中 说实话链接规则除了几个特定的怪兽以外 只要把它当成需要拥有效果的怪兽作为祭品即可 由于高速决斗中只有三个怪兽格子 因此从额外塔组中召唤出的怪兽要前往额外区域 并且链接怪兽没有等级 也不会变成守备怪兽 所以破解龙的怪兽效果要被链接怪兽玩客 这时游座表示还没完 发动墓地中堆战复活者的禁目效果 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出电子男巫 而解鱼马者的攻击力适用 提升链接箭头的数量乘500 简单来说就是三个箭头指向的怪兽数量 因此解鱼马者的攻击力将提升到3300 并且游座还要发动电子男巫的怪兽效果 让身为电子戒族的解鱼马者获得穿防属性 至此纵横了一级之久的破解人被消灭 而汉诺骑士的小兵也就此落马 这个男人是当时明面上的最强决斗者 使用的钢鬼卡组号称能横扫一切 王牌主力是链接为三的钢鬼识人鬼 攻击力最高能达到5700 然而当他对上了无情的打牌机器游座后 还能否捍卫住自己的不败战技能 两人间的战斗起因是游座闲的美式 绑架了人工智能小黑 也就是他的背后领 用他作耳击败了恶名远播的汉诺骑士 眼看对手输不起要拉作歌同归于尽 小黑果断拿出了自己的实力 直接将汉诺骑士吃了个精光 而还没等游座反应过来 VR世界里最有名的两位决斗者 就赶了过来要和作歌打牌 奈何游座只是个无情的打牌机器 本身并没有什么牌影 打牌只是他用来解决事情的手段 从来都不是他的爱好 于是游座果断选择了登出 而自那以后 击败了汉诺骑士的Premaker声音却起 成为了无数决斗者们心中的偶像 但俗话说数大招风 汉诺骑士那边虽然选择了沉默 但搜公司却盯上了游座 立马找上了名面上的最强决斗者鬼种 而鬼种碰巧正音资助的小二五仔们一亲别恋 准备找游座决斗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搜让鬼种假扮汉诺骑士在VR世界里逛街 以此来引出正在课堂上摸鱼的作歌 果不其然 游座一听到汉诺骑士出现在了世界的消息 画面就立马切换回了他家 话说能在高科技的城市里 租到这种残破的出租房 作歌的童年可能比谢哥还要悲催 而作歌主打的也是科技属性 靠自己在出租房里挖了一个能进入VR世界的房间 说实话我感觉游座的校服造型 比这个紧身艺人要强百倍 出于决斗者的感应 游座上来就识破了鬼种的伪装 并通过小黑了解到鬼种是个横扫了决斗界的艺人 是VR世界名面上的最强者 奈何游座从不打无理由的排局 不过鬼种为了能和游座决一胜负 也是用瘦公司制造的恶魔铁牢 拦住了准备登出的游座 至此 决定谁是当时最强的高速决斗就此展开 鬼种老哥不懂先攻必输的规则 果断拿出了自己的钢鬼卡组 七手就是一只名为钢鬼被摔霸王龙的怪兽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时 即可特殊召唤手牌中的钢鬼怪兽 鬼种选择的是钢鬼奖剂眼镜手 初始回合两只怪兽 这在游戏王中只能说勉勉强强 而游座也是足够自信 坚信自己能击败这个当时第一人 首先覆盖一张卡 当自己的场上没有怪兽时 即可召唤这只名为链接杀戮者的怪兽 同时游座又将一张怪兽卡拍在了决斗盘上 以此召唤出电子男巫 因为高速决斗是昨天才出现的新模式 观众们将其称为更新换代的象征 而这也就意味着老牌强者鬼种失去了人们的支持 取而代之的是击败了汉诺骑士的Premeta 就是为了这群小出生们捐出了自己的所有薪资 然而被奉为新英雄的Premeta一出现 这帮二五载转而支持别人也就算了 居然还诅咒鬼种快点输掉比赛 实在是有个忘恩负义 与此同时 老牌强者鬼种声称自己一定会赢 而坐格力马反问一句那又如何 游座让电子界男巫发动怪兽效果 将钢鬼霸王龙改成守备表示 虽然在发动了这个效果的回合 只能对发动对象展开进攻 不过却能让电子界族的怪兽 获得手被贯穿的水击 随着灵防的钢鬼霸王龙被破坏 鬼种在作歌的第一回合就被削了一半生命值 这时查到了资料的小黑告诉游座 鬼种之所以捐助幼儿园 是因为自己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人 而他干着娱乐性质的决斗虽然是为了赚钱 但却可以说是练接孩子们的未来 不过游座听后就仿佛是左耳出右耳末 关注的点只有钢鬼眼镜蛇的怪兽效果 如果刚才发动的话就能躲过这场伤害 对此小黑给出的解释是 鬼种为了让观众们感到有趣 通常会故意做出拉胯操作 让自己看起来身处劣势后 再一口气引发惊天逆转 以此来引爆观众们的热情欢呼 好家伙 这帮小出生是什么东西啊 比起乌鸦养的那群小孩子差远了吧 不帮资助自己的大哥哥加油就算了 居然还倒数起了鬼种的失败计时 而鬼种也是十分懂得卡点 在最后一秒重新站了起来 果断发动钢鬼霸王龙的进入效果 将一只钢鬼怪兽从卡组加入手牌 随后发动自己的特有技能斗魂 效果将这回合被破坏的钢鬼全部复活回场 接着果断结束游坐的回合 发动手牌中钢鬼闪光斧梯械的怪兽效果 无需忌挺特殊召唤上场 只在一瞬间便在场上集齐了三只怪兽 只见鬼种小手一指 表示链接召唤不是游坐的专属技能 以场上的三只钢鬼怪兽作为链接标记 让他们点燃底部的三个箭头 而各位将这个理解为召唤的素材即可 点燃箭头又可能触发怪兽效果 总之鬼种召唤出了链接为三的钢鬼巨大食人魔 而反转立马就来了 这帮小出生们简直比二五仔还要反骨 竟然又转而声援起了鬼种 这集告诉你没有排影的藤木游坐 为何会被称为历代最强 当其他主角在第二次打牌解锁卡片时 游坐已经在一回合内进行了4.5次的链接召唤 说书级别的操作直接看麻了对手 使用钢鬼卡组的鬼种用三只怪兽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了王牌钢鬼 其名为巨大食人魔 游坐剑状面无表情 主打的就是一个高冷 鬼种发动墓地中钢鬼卡的怪兽效果 将自身以外的钢鬼从卡组加入手牌 接着当巨大食人魔存在于怪兽区时 其他怪兽的攻击力都将下降同自身手背力的数值 他要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钢鬼再战 效果无条件复活墓地中的两只钢鬼采取手牌 只见鬼种还要发动怪兽效果 用钢鬼眼镜蛇释放钢鬼斧梯鞋 直到回合结束 将钢鬼眼镜蛇的攻击力全都加给钢鬼食人魔 果断舍弃掉手牌中的钢鬼眼镜蛇 以此召唤出钢鬼火锤蝙蝠 怪兽效果可以辅助巨大食人魔 让后者上升800点攻击力 以为要输的小黑慌到不行 藤木游坐让自家的背后灵别吵 他有足以应对的手段 翻开陷阱卡电子界屏蔽 效果让怪兽攻击力的变化无效 并抽出一张卡 小黑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疑惑游坐为什么不再上一个增强式发动 而此时的鬼种也想不明白 但还是让食人鬼发动攻击 好家伙 原来如此 游坐是打算把所写这一技能搬到明面上来 这一刻食人鬼的攻击复原 这座城市内的所有人化身二五载 从支持奎妹卡转而生源鬼种 与此同时 卖热狗的老哥破译了噩梦铁龙 让游坐立马停止决斗登出V2世界 然而游坐虽然没有排影 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决斗者 干不出来中途逃跑的事情 而且还是在劣势的时候逃走 只见游坐直接化身三点教主 说明自己有将这场决斗 进行下去的三个理由 首先是对方拿出了自己的权利 为的就是让观众和对手乐在其中 其次就是鬼种之一要赢得这场决斗 说白了不就是为了继续打牌找理由吗 游坐召唤网络小龙 怪兽效果从手牌或者卡组里 特殊召唤出等级2以下的比特精灵 鬼种见状感觉不妙 果断发动食人魔的怪兽效果 将比特精灵的攻击力削减成0 这一瞬间 游坐表示胜利的布局已经完成 立马打出链接回路 这次的条件是一只通常怪兽 游坐选择的是比特精灵 用它作为祭品链接出链接唯一的链接蜘蛛 怪兽效果从手牌中将一只四星以下的通常怪兽 特殊召唤到链接蜘蛛的链接端 召唤出第二只比特精灵 之所以所写到100 是为了发动自己那在生命值1000以下 才能发动的特有技能 也就是风暴连线 具体来说是随机链接到风暴数据中的一张卡 而说白了就是硬额外怪兽 于是极其条件的游坐也是不再客气 直接一口气设置两只怪兽 用它们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链接缓冲者 怪兽效果当场上存在电子戒足的怪兽时 既可以从手牌中特殊召唤出备份秘书 召唤条件依旧是两只电子戒足的怪兽 用备份秘书和小龙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链接为二的秘冠机器人 这次的召唤条件是两只效果怪兽 用链接怪兽作为素材进行链接召唤的场合 其链接标记的数量可以当作素材数量 也就是用链接二的秘冠机器人 和链接一的链接蜘蛛 链接出链接三的解麻鱼者 游坐表示还有 将魔法卡电子戒湮灭装备给解麻鱼者 效果先不着急解释 通过除外目的中的电子戒屏蔽发动效果 复活目的中的链接为二的电子戒足怪兽 游坐选择的是秘冠机器人 游坐发动电子湮灭的效果 将攻击力变为和对手相同 双方同时倒闭 但没有消失 这个人如其名的女生叫做财钱奎 除了是财阀家的大小姐以外 还是决斗网络里的偶像蓝色天使 虽然是偶像 但使用的卡组却是 让无数决斗者们闻风丧胆的淘气先行 游坐发动秘冠机器人的怪兽效果 让解麻鱼者不会被战斗所破坏 巧了 这两人打的都是一个主意 鬼种要发动巨大食人魔的怪兽效果 通过破坏连接端的一只怪兽 让自己不会被战斗破坏 接着还没完 发动头锤蝙蝠的进入效果 将魔法卡钢鬼再站加入手牌 发动链接缓冲者的怪兽效果 让解麻鱼者获得同场上 链接怪兽数量的攻击次数 游坐发动电子界湮灭的效果 让解麻鱼者的攻击力提升到 和巨大食人魔相同 铁头娃鬼种此刻热血上头 完完全全进入到了游坐的节奏 只见双方的怪兽再次倒地 铁头娃鬼种破坏钢鬼眼镜蛇 让巨大食人魔不受战斗破坏 与此同时 游坐也用逆罐机器人的怪兽效果 保护下了解麻鱼者 好家伙 鬼种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居然还在用眼镜蛇的效果 检索怪兽卡 这一瞬间 游马要让解麻鱼者 使用最后一次的攻击次数 将攻击力变为和对方相同 这就是实体化决斗的弊端 玩家一旦热血上头 就会忽略场上的形势 只见此时的解麻鱼者 依旧屹立在场 反观鬼种的巨大食人魔 因为连接端没有了怪兽 所以巨大食人魔将会被破坏 这一刻铁头娃鬼种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被游坐牵着鼻子走了 而魔法卡电子戒湮灭 还有个效果 那就是给予对方玩家 同破坏怪兽攻击力的伤害 至此当时打牌第一人落败 事后 阿翔询问游坐为什么不立刻登出 对此游坐的回答是 没有排影的他也想要打牌了 而与此同时 落败后的鬼种以为小孩子们不会喜欢他 但殊不知 这帮小二五仔们也是个人精 人后为奎妹卡疯狂加油 人前就狂舔金竹鬼种 这时另一场决斗也随之落母 主角是蓝色天使奎妹 现实里的她是瘦公司领导的妹妹 性格和网络里蓝色天使穷反比 主打的就是一个高冷 而巧合的是 游坐为了调查汉诺骑士已经盯上他 阿翔的想法是从奎妹的哥哥那里打听到线索 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 小黑对此表示赞同 毕竟连去想这种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 话说纵观游戏王七代男主 游坐应该是最没有女人缘的吧 不过这也跟游坐的童年有关系 导致她养成了一个生人物尽的性格 但是为了调查汉诺的线索 高冷游坐还是变成了尾随吃汉 卖着小碎步紧跟奎妹 然而等走到木门前才发现 奎妹来的地方是学校的决斗涉夺率 本来游坐正在研究怎么合理的进去 同学河马就突然出现 河马气急败坏的一通解释 这才让游坐想起了河马是同班同学 于是就这样 游坐因为河马的关系加入进了决斗部 这里有着一群看发型就知道不会打牌的学生 而还没等游坐和奎妹说话 奎妹就注意到了游坐的老式决斗盘 和奎妹卡用的决斗盘一模一样 于是奎妹直接冒天下之大步 提出想要看游坐卡组的要求 而游坐作为高冷科技宅也是相当机智 现实里的她除了电子界卡组 还随身携带了一个由各种杂鱼组成的零碎卡组 总之直觉敏感的奎妹 就这样被高冷面瘫的游坐骗了过去 而奎妹虽然是个财阀家的大小姐 但却总想获得哥哥的认可 于是在又一次被哥哥忽略后 奎妹为了证明自己向奎妹卡发出挑战 奈何没有排影的游坐有自己的原则 虽然奎妹的这一举动没有引出游坐 但却让自己被汉诺歧视的人盯上了 他们用无法解释的力量将一张黑暗之卡赛给了奎妹 时间来到第二天 没有接受偶像挑战的游坐遭遇到了网报 对此游坐表示问题不大 反正奎妹卡只是她的网面 而有趣的是奎妹居然在这事找上了她的 原来奎妹的直觉告诉她 游坐对她有别的想法 而游坐听后也是直接开门见山 怎料 奎妹却将游坐当成了决斗部的其他人 试图通过她的关系获得去搜公司上班的资格 不过机制如游坐还是注意到 今天的奎妹有点不对劲 于是让小黑给奎妹发了个消息 让她找个地方登陆VR世界进行决斗 而擅长摸鱼的游坐更是心大 竟然在教室门口就登陆了网络 于是两人话不多说 决斗直接搞起 你听说过让无数决斗者们文风丧胆的淘气先兴卡组吗 初代的使用者正是游戏王第六部的女主蔡前奎 主打的就是一个烧血剪锁 各种魔削效果差一点就把使用电子戒卡组的游坐 从面无表情打成了痛苦面具 两个隐藏身份的人一个去天台变身 一个在教室门口偷摸变身 见面话不投机半句多 决斗说搞起就搞起 奎妹不要脸的抢下先攻 从手牌中发动许久未见的场定魔法 淘气先星的闪耀舞台 效果将一只淘气先星从卡组加入手牌 而加入的先星则是只能在除抽卡以外的方式加入手牌时 可以特殊召唤上场的淘气先星之莉莉贝 接着奎妹还要从手牌中召唤 淘气先星之木曼陀罗 根据她的怪兽效果 将一只淘气先星从卡组加入手牌 以将木曼陀罗返回手牌作为交换 特殊召唤自身上场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奎妹还要发动淘气先星魔法卡置换 以无效木曼陀罗的怪兽效果 和减半攻击力作为代价 将木曼陀罗特殊召唤上场 高冷男游坐有点没反应过来 明明现实中是个高冷妹子 怎么到了网络里反差这么大 而且说了这么长时间输的奎妹 居然还要进行链接召唤 这次的条件是两只淘气先星 不懂得决斗者将她理解为祭品就行 奎妹选择的祭品是木曼陀罗和莉莉贝尔 链接召唤出淘气先星中的霍利安奇尔 攻击力是不多不少的2000点 奎妹一套操作完事后还有两张盖牌 这才简单结束了本次回合 这时看麻烂的游坐刚想进入自己的回合 偶像就又出来抢劲 表示当对方的手牌增加时 曼珠西华的怪兽效果将启动 再度削减了游坐200点生命值 与此同时 闪耀舞台的环境效果也会启动 又磨掉了游坐200生命值 这要是再给对面一回合自己可就要输了 召唤网络小龙 怪兽效果是当召唤成功时 可以从卡组里克招出一只二星通常怪兽 游坐选择的是比克星 游坐用一只通常怪兽 也就是比克星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唯一的链接蜘蛛 攻击力为1000点 怪兽效果一回合能发动一次 将一只等级4的通常怪兽特殊召唤到链接端 游坐选择的是第二只比克星 接着还要进行第二次的链接召唤 这次的召唤条件是两只电子借族怪兽 游坐用网络小龙和比克精灵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为二的链接缓冲者 接着游坐还要进行第三次链接召唤 这次的条件是两只以上的效果怪兽 于是链接蜘蛛和能作为两只素材的缓冲者 被游坐当成了链接召唤的祭品 出来吧 链接为三的解麻鱼者 这就是游坐的基础操作 谁让这个阶段的他没有防火强龙 只能将解麻鱼者当成主力 你敢想象七部游戏王中最漂亮的女主 使用的卡组居然是淘气先星吗 众所周知游戏王中不乏削削卡组 但淘气先星却是其中的另类代表 只要一抽卡就要被削200加200的生命值 并且还一口气的让你连抽三四张 就问除了游坐还有谁能扛住 游坐一回合链接三次 召唤当下的最强王牌解麻鱼者 为了怕奎妹继续磨血 游坐连忙让连麻鱼者发动攻击 然而使用淘气先星卡组的奎妹不怕强攻 翻开陷阱卡淘气先星的转身康乃星 效果除外对方的全部手牌 并让游坐抽出相同张数的卡 对此奎妹询问游坐 应该明白这一操作代表着什么吧 发动淘气先星之曼朱熙华的怪兽效果 对方玩家增加一张手牌就给予200点伤害 接着闪耀舞台的场地效果也将启动 当淘气先星的怪兽造成伤害后 追加对方200点伤害 关键是霍利安琪尔的怪兽效果 可以上升同对方玩家伤害数值的攻击力 发动速攻魔法安保这段 效果在这回合保护 截马鱼者不会被战斗所破坏 并且使玩家要受到的伤害变为零 奎妹发动反击陷阱卡淘气先星的散播 效果当淘气先星在战斗时 百分百破坏对方的一只怪兽 反正奎妹玩的是很开心 还让游坐尽管放马过来 由于截马鱼者属于电子戒足怪兽 所以当他被破坏时可以从手排中 召唤抢修代理驱动者采取守备表示 随着游坐的回合结束 霍利安齐二的攻击力恢复原状 突然游坐感觉到了汉诺的力量 只见奎妹抽出的卡 正是汉诺骑士塞给他的黑暗之卡 力量之大 一时半会影响不了奎妹 通过除外淘气先星的转身康乃星 即可复活目的中的淘气先星 奎妹选择复活的是莉莉贝尔 怪兽效果可以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没有防备的游坐被削了一波大血 而就在这个瞬间 淘气先星的闪耀舞台也会启动 追加消失了游坐二把生命值 千军一发之际 游坐抓住了墙壁 好在这里是网络的事件 游坐可以化作数据瞬间移动到地滑板上 奎妹见状先松了一口气 然后转而发动莉莉贝尔的二重效果 造成伤害后拿回目的中的一只淘气先星 游坐的回合 抽卡 这一瞬间曼珠西滑的效果会发动 给予游坐二百点伤害 接着还没完 根据闪耀舞台的场地效果 仅用两回合便将游坐的生命值从四千磨到了八百 老马为了想让妹妹过上好的生活 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作上 但却被妹妹以为是对她的不重视 所以才有了这场奎妹为了向哥哥证明自己而掀起的决斗 奈何由于悍诺的插手 导致奎妹的精神逐渐变得恍惚 于是感觉不对的游坐决定 趁她并要她命 先从手牌中召唤漏洞编码器 然后用抢修代理驱动者的怪兽效果 通过舍弃一张魔法卡 从目的中复活一只电子戒足的怪兽 游坐选择复活的是链接缓冲者 至此链接的素材全部到尾 只见前方恰到好处地出现数据风暴 立马跳进了其他人进去就无法出来的风暴漩涡中 而她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了外塔 这一瞬间 新的怪兽帮助游坐冲出了数据风暴 奎妹在人工智能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之所以玩得开心 消得尽兴 是因为游坐在故意地降低自己的生命值 这次的召唤条件是 游坐将黄色摩托和链接缓冲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链接围三的编码语者 攻击力依旧是低下的2300 好家伙 游坐还真是无情的打牌机器啊 在让漏洞编译器攻击莉莉贝尔时 从手牌发动速攻魔法战线扰乱 了解到效果后的奎妹举起手臂 发动自己的专属技能淘气仙星的欺诈 效果在对手的回合里 通过将手牌中的一张淘气仙星送去目的 让对手抽卡直到手牌变为三张 你知道谁才是游戏王中的最惨女主吗 要说最强或许还存在着争议 但要说最惨奎妹绝对位列榜首 原因从她的第一场排局就可以看出 使用淘气仙星的奎妹以为三回合就能清取奎妹卡 奈何游坐上来就给了她一具索里瓦多卡 发动漏洞编译器的怪兽效果 将卡片造成的伤害变为零 并在那张卡上放置一个漏洞指示物 奎妹见状瞬间蒙了 原来游坐从开局就能防御她的消雪 只是一直没想到 于是感觉胜利无望的奎妹注意到了手中的黑暗之卡 被汉诺的力量成功感染 通过将手牌中的黑暗天使送入目的 以此发动怪兽效果 此刻奎妹被黑暗的力量控制 成为了汉诺骑士的傀儡 通过释放莉莉贝尔 将对方怪兽的攻击转移到霍利安琪尔的身上 并且安琪尔还将上升同莉莉贝尔一样的攻击力 游坐要发动战线扰乱的效果 在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上放置一颗野生物 当老子的鞭马鱼者没有效果吗 保护连接端的怪兽不被战斗所破坏 并且使玩家要受到的伤害归零 接着直到这个回合结束为止 鞭马鱼者的攻击力将上升同霍利安琪尔的攻击数值 小黑表示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现实中的奎妹可怕要受到真实伤害 于是游坐不再留守 立刻发动漏洞编译器的怪兽效果 通过去除指示物让电子戒足的怪兽上升800点攻击力 不得不说这个蓝色路人女主的首次决斗 就展示出了自己以后的悲催命运 只见此时的游坐还在继续说书 利用战线扰乱的魔法效果 去除鞭马鱼者身上的所有指示物 用霍利安琪尔的攻击力下降曼珠西华的守备力 这样就在奎妹要陨落的一瞬间 游坐总算是完成了必胜布局 让鞭马鱼者用名为最终鞭马的攻击 剑斩了曼珠西华 清空了蓝色路人女主的四千生命值 事后游坐将奎妹带到了小树林 让小黑吃掉了奎妹身上的汗诺程序 但奎妹的精神已经受到重创 于是游坐只能先登出 用自己的三点原则在学校里寻找奎妹 名侦探三点教主用自己的推理 在学校的天台上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奎妹 老马姗姗来迟 关心妹妹的她情绪变得非常急躁 不过即便如此 她还是感谢了送奎妹来医院的游坐 殊不知 面前的高冷少年正是她一直寻找的奎妹卡 经过治疗 医院只能保证奎妹活着 不敢确认奎妹能否醒来 于是急眼了的老马直接找到了自己的专属雇佣兵 让她出马收拾奎妹卡 不过说老实话 那场决斗应该是奎妹挑起的吧 与此同时 当时两大黑客正在入侵医院系统 想要从奎妹身上找到汉诺线索 然而VR世界里竟又出现了一个奎妹 游坐一高人胆大 明知是陷阱也要一探究竟 怎料老马请来的雇佣兵也是个顶级黑客 用通宵做出来的陷阱 将游坐抓到了奎妹的面前 来者自称魅影娇娃 我们叫她黑妹即可 而老马仗着自己是管控VR世界的人 居然不换装进入到这里 游坐试图跟她解释奎妹的状况 奈何老马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居然想不打牌就搞掉游坐 这十天降一道惊雷 来者是汉诺的核心成员左轮手枪 锦衣机就召唤出了数据风暴 以压倒性的力量让两人不敢出声 而她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游坐的背后领小费 因此才给奎妹下了个数据病毒 用奎妹卡的正义感让她不得不接受排局 于是左轮用奎妹的安危威胁老马放了游坐 而游坐的这张高伦脸也实在是优秀 泰山崩于前二面不改色 二话不说就在地狱的环境 和左轮手枪掀起了一场决斗 你见过敢当中印卡的反派吗 直接印出了一个链接为四的拓扑逻辑轰炸 并且抢在游坐的前头完成了锁写 他就是人称左领导的左轮手枪 也是汉诺骑士的老大 与游坐见面后先是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随后便掀起了一场赌上小黑的决斗 左领导表示导致世界毁灭的元凶正是小黑 奈何游坐现在并没有想保护世界的想法 有的只是要报复汉诺骑士的复仇之心 左领导毫不客气地拿下先攻 他一上来就支付了1000生命值 以此发动魔法卡龙击生成器 效果一回合最多两次 让玩家可以特召出龙击衍生物采取攻击表示 用两只龙击衍生物作为奉献的祭品 上级召唤出游坐曾经对战过的破解龙 与此同时 因为龙击生成器的效果 游坐的场上也要被召唤出两只龙击衍生物 而就是这个瞬间 破解龙的怪兽效果会启动 将对方召唤出怪兽的攻击力 在这个回合下降等级成200的数值 并且给予玩家等量的伤害 这次的召唤条件是一只通常怪兽 游坐选择的素材是龙击衍生物 链接召唤出链接唯一的链接蜘蛛 同时游坐还要发动链接蜘蛛的怪兽效果 一回合召唤一只四星以下的通常怪兽到它的链接端 游坐选择召唤的是比特精灵 发动破解龙的怪兽效果 又削减了游坐200生命值 然而号称无情打排机的游坐却还要召唤怪兽 表示当自己场上有电子戒足的怪兽存在时 岂可特招这只能媲美Y字大丘的子发大 用秘蜀和比克精灵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为二的秘冠机器人 接着游坐要进行连续的链接召唤 继续确认箭头 这次的召唤条件是两只以上的效果怪兽 游坐将秘冠机器人和蜘蛛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链接为三的解码鱼者 怪兽效果是根据连接端的怪兽数量 没有一只就上升500点攻击力 只见游坐将龙击衍生物当作祭品 上级召唤出电容死亡追踪蟹 怪兽效果上升一只电子戒足怪兽800攻击力 至此解码鱼者达到了自身巅峰 然而左领导这回合不是在大喊发动效果 就是在发动破解龙的怪兽效果 因此等级5的电容蝎要下降1000攻击力 并给予游坐同数值的伤害 这一瞬间 游坐在进攻前覆盖了张卡 让解码鱼者没开二斗 再次剑斩了破解龙 紧接着游坐又让电容蝎炮轰左领导 差一点就将后者崩下了高速赛道 事后电容蝎的攻击力复原 游坐在生命值上完成了反超 小黑嘲讽汉诺的首领不过如此 而左领导也是趁机抽出了一张卡 将其覆盖在场 随后从手牌中特殊召唤网关龙 怪兽效果当对方场上 有链接怪兽存在时可以特召 并且有着一回合一次 从手牌中特召等级四龙族的效果 此刻左领导要进行链接召唤 条件是等级四以下的两只龙族怪兽 于是正正好好 左领导用网关和嗅炭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双三角龙 通过支付500生命值 即可在链接端复活目的中 一只等级5以上的怪兽 左领导选择的是破解龙 不过用这个效果复活的怪兽无法攻击 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而机智的游坐立马反应过来 左轮一直在主动降血 并且他还能召唤数据风暴 而结合以上只能说明 左轮手枪也会风暴连线 也就是应额外怪兽 每其名约生命值1000以下 即可以随机将一只链接怪兽加入额外卡组 召唤条件是两只以上的效果怪兽 于是左领导用全场怪兽作为祭品 链接召唤出了链接四个拓扑逻辑轰炸龙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强反派之一 能和拥有不败传说的游坐打成平手 既会主动硬卡 还能被动所写 甚至还敢和游坐从简易版的高速决斗 转换成本剧的第一场大事决斗 左领导用出了和游坐一模一样的专属技能 在风暴数据中印了张链接怪兽卡 其名为拓扑逻辑轰炸龙 左领导要发动龙机生成器的效果 生成一只龙机衍生物 随后发动拓扑逻辑轰炸龙的怪兽效果 当连接端有怪兽被特招时 将双方主要怪兽区域的怪兽全部破坏 发动电容死亡蝎的破坏效果 给予双方玩家个800伤害 此刻拓扑逻辑轰炸龙发出名为终极恶毒弹脑的射击 瞬间溶解了解麻鱼者 将游坐的生命值削减到300 然而还没等游坐稳住身形 左领导就要发动轰炸龙的怪兽效果 给予对方同破坏怪兽原本攻击力的伤害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游坐感慨自己机制 提前覆盖了张反击陷阱链接重启 效果将自己要受到的伤害无效 并复活目的中的解麻鱼者 左领导表示做得不错 在防御的同时还加固了自育阵性 这时由于龙机生成器的效果 游坐的场上将生成一只龙机衍生物 但即便如此 局势也是压倒性的不力 要想翻盘就必须使用风暴连线 映出比托扑罗纪轰炸龙还要强的怪兽 于是背后领小黑要拿出自己的权力 释放电子界的数据素材 引导出比左轮还要大的数据风暴 游坐大喊发动技能 当生命处于一千以下时 即可从风暴数据中随机得到一只链接怪兽 飞过去的怪兽应该是防火强龙 而就在冲出风暴的游坐 想要进行链接召唤时 左领导却是不同于其他反派 在知道游坐会随机印卡后 果断埋下了陷阱卡远程复活 效果可以将对方目的中的怪兽 复活到托扑罗纪轰炸龙的连接端 而左领导选择的正是死亡电容鞋 好家伙 你是决斗钱喝了吗 左轮表示一切都在计算之中 当连接端有怪兽被召唤时 托扑罗纪龙将破坏全场怪兽 其中也包括死亡电容鞋 怪兽效果当被破坏时 给予双方玩家800点伤害 小黑认为左轮是想要用同归于尽代替逃跑 不过左领导却表示自己等了 就是小黑掀起的巨型数据风暴 美其名曰高速决斗限制太多 应该换个场地继续决斗 与此同时 直播的画面全部中断 瘦公司的领导曾向其三人组判断 小黑可能会落到汉诺骑士的手里 只见游坐被传送到了数据风暴的中心处 左领导已经在此恭候多时 你知道当比谢哥还要高冷地做哥 对上V6中的海马赖人左领导师 电子戒足卡组和枪弹管龙卡组之间 会爆发出怎样的决斗吗 首先是大势决斗的规则 一开始的手牌数量从四张回归到五张 并且场地魔法最多可以同时存在两张 左轮从手牌中召唤秀探龙采取攻击表示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时 即可将一张同名卡加入手牌 接着发动速攻魔法快速旋转 效果可以从卡组中特殊召唤一只枪弹怪兽 左领导选择的是马格南枪弹龙 小黑和游坐感觉中几了 这家伙之前用的并不是主力的卡组 只见左领导以优雅的身姿 跑到回录前启动链接召唤 条件是两只等级四以下的龙族怪兽 链接召唤出链接只为二的双三角龙 而当场上有龙族链接怪兽被召唤成功时 左轮还能特殊召唤出 弹带成臂龙采取守备表示 这张卡当被特殊召唤成功时 可以放置两颗城堡指示物 限制双方玩家不能召唤 比城堡指示物数量更高的链接怪兽 并且只有链接怪兽才能发动攻击 游坐剑状面淡如水 丝毫不把对方的说书当一回事 毕竟这不距离能让他动龙的人没几个 这一瞬间 左领导要发动弹带成强龙的效果 在双方回合放置一个指示物 小黑表示让先攻失散了 如今游坐能召唤的只有链接二三的怪兽 游坐特殊召唤链接杀戮者 怪兽效果当即方场上没有怪兽时属于特招 虽然攻击力超过了双三角龙 但却因为弹带龙的效果无法攻击 无计可视的游坐特殊召唤紫色大秘 怪兽效果当场上有电子戒足时即可特招了 只见主打连锁的游坐正在疯狂召唤怪兽 竟又在场上弄出了一只堆战复活者 正好这次需要的素材是两只以上电子戒足怪兽 所以作歌干脆用掉了全场怪兽 换来了自己目前的最强王牌鞭马鱼者 攻击力2300 自己的怪兽堆战复活者在墓地里也能发动小 游坐表示给大秘一个机会 让他复活上场看看大没大 左领导紧急叫停 是发动弹带成碧龙的怪兽效果 将鞭马鱼者的攻击从三角龙转移到他的身上 被反噬了100生命值的游坐面色不变 正好利用这次的伤害 从手牌中召唤出中断抵抗者 因为抵抗者采取的是守备表示 让左领导感觉自己刚才像的傻子 而游坐的战阶是结束了 但因为抵抗者的出现又能继续操作 游坐打出魔法卡电子戒缓冲 效果当场上存在攻击力与原本数值不同的电子戒族的怪兽时 让玩家可以抽两张卡 对了 因为是战力打牌的大师决斗 所以主要阶段二又回来了 左轮哥数据抽卡 继续放置弹带指示物 而后通常召唤出自动枪弹幕 同时跳了一段优雅华尔兹 打出了能进行链接召唤的回路 游坐感觉到不妙 要是让左轮召唤出拓扑罗际轰炸龙 场地可就要被完全覆盖了 然而左领导只是用枪弹和三角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了一只链接直三的三连开火龙 攻击力仅有2400 这时弹带龙的怪兽效果会启动 当链接召唤了链接直低的怪兽时 去除两颗指示物 游坐要发动鞭马鱼者的效果 三连开火龙想要打掉紫发大蜜的核心 小黑感慨不震惊 居然挑妹子下手 这一瞬间 游坐要发动鞭马鱼者的效果 让连接端的紫发大蜜不被占颇 并使玩家要受到的伤害降为零 太天真了 发动三连开火龙卡如其名的怪兽效果 在战斗时无效一次对方的三大效果 游坐见状转而发动中断抵抗者的怪兽效果 将几方场上守备怪兽的守备力变为和他相同 并让其免遭战斗破坏 左领导称三连开火龙还有穿防效果 被震飞的游坐下降300生命值 随着左领导的回合结束 紫发大蜜的守备力将恢复原状 游坐先是用力抽卡 无视左轮发动的弹带龙效果 然后声称要在这回合决定胜负 召唤新的怪兽均衡负载王 上来就要进行链接召唤 用均衡负载王 中断抵抗者以及紫发大蜜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之为三的解码愚者 只见左轮高举自己的手臂 发动天火牢狱的第五重效果 这一刻一脸懵逼的作哥失去了全部助力 与此同时 想看决斗的魅影焦娃进不去数据风暴 草哥在外面远程连线 为焦娃搭建了一个通往风暴内的通道 焦娃结合Premay卡的过往经历 立马判断出这是Premay卡的伙伴开辟的通道 让他进去给众人直播排局 而此时被莫名其妙针对了的作哥 难得露出糟糕的表情 他没想到左轮居然用外力黑掉了他的脸 而这也就是左轮不召唤轰炸龙的原因 为的就是全灭场上的电子戒族怪兽 胆觉胜券在握的左轮发动嘴炮 为有座普及名为伊格尼斯的小黑的蓝眼 原来有群人类一直在网络中制造生命 但人工智能已经是技术的天花板 不过却有人在程序上制造出了有自我意志的脸 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某位神明 将火焰偷给人类让文明得到了飞跃性的进化 而伊格尼斯就是那位传火侠的代名词 也是首个能自我思考的人工智能 相信科学的左领导表示伊格尼斯创造出了电子戒 开始一步一步的支配网络 而汉诺骑士的目的就是为了抹杀伊格尼斯与电子戒族 对了 说这么多差点忘了 现在是我的回合了 发动三连开火龙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它解放复活目的中的链接怪兽 并且还能从手排中特招龙族怪兽 左领导复活双三角龙 从手排中召唤秀探龙 玩的就是个配对 当秀探龙召唤成功时 即可将同名卡家入手排 并且左轮还将它召唤上场 进行用三个以上效果怪兽当素材的链接召唤 好家伙 居然是三地画风 一看就是传说中的王牌怪兽 游坐见状感觉棘手 三零零零宫不就是妥妥的男二主力龙吗 由于天火牢狱的效果游坐直接控场 左领导让枪管装田龙秒杀游坐 好家伙这也不亮了 就是针对没有护目镜的作歌 一发能量炮将游坐轰到仅剩600生命值 左领导解除对光防御 看着倒地不起的游坐 感觉胜负一定可以下班回家了 然而昏迷的游坐此刻却在被死去的记忆攻击 好家伙 原来三点交是这么来的 教义是只要还在思考 就一定要继续活下去 而副教主游坐此刻正在默念 要在这场决斗中取胜的三个理由 第一是取回那个时候记忆 第二是查明那个时候的真相 第三是找到那时候的那个人 请他来担任三点交的正教主 话说有没有种可能 三点交的正教主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听说过因为效果太强 而被中途列入镜塔表的主角怪兽 防火强龙吗 依旧是经典的2500弓 对手也依旧是经典的3000龙组 操作者也是男一和拿尔之间的对决 那么这集就告诉你 防火强龙究竟有多强 在此之前 左领导用一张有五重效果的赖皮之卡 清场了游坐的电子戒足怪兽 并且召唤出了拿尔的3000怪兽之枪管装天龙 将游坐的生命值打到仅剩600 不过作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坚强 哪怕没有羁绊他也能继续战斗 而就是如此庞大的战役 唤醒了沉睡在卡组中的电子戒足怪兽 游坐在此刻想起了失去的记忆 自己之所以拥有能感觉网络的力量 就是从小时候能感受到网络的颤动开始 而游坐现在就是用这种感知 确认到电子戒足的火焰还没有熄灭 好家伙 这个小黑竟然真的在滑水 等等 作歌你要干嘛 刚才不是已经抽了一张吗 居然趁着气氛烘托到位又抽了一张 发动场地魔法电脑网络宇宙 效果上升电子戒足怪兽300攻击力 左领导表示无所谓 身为男二的他要假装没有看见 这时本营消失的两大马者 却被游坐硬生生的说火 只见生性的作歌直接在控场状态下 打出了链接召唤用的回路 素材是解码语者和编码语者 这就是藤木游坐真正的王牌防火强盟 果然历代游自备的主力怪兽只会是2500 只见场地魔法天火牢狱突然崩溃 不知所措的左领导强行解释 当被封印的电子戒足全部离场时 天火牢狱也会随之消失 与此同时 小黑也回到了作歌的决斗盘 无耻 实在是太无耻了 头一次见到这种自立Flight的操作 是因为没有伙伴为你加油 所以机智的你要给自己加buff吗 反正现在克制电子戒足的天火牢狱已经消失 但戴成碧龙的守备力也从2400降到2100 而游坐则可以根据电脑网络宇宙的效果 上升防火强龙300攻击力 原来之前两大语者是在视觉上被封印 虽然无法攻击不能选定为效果对象 但却可以被当成素材或者祭品 作歌大手一挥下达攻击指令 防火强龙击溃了弹带成碧龙 游坐趁机发动电脑网络宇宙的二重效果 将目的中的编码语者返回额外卡组 随后覆盖两张卡结束本次回合 只见左领导只是简单抽了张卡 翻开陷阱卡并行端口装甲 效果保护防火强龙不会被占破 并无法成为对方卡片的指定对象 左领导先是通常召唤出麻醉枪弹龙 随后从手牌中发动速攻魔法中炸糖抽卡 通过破坏自己场上的一只枪弹怪兽 让玩家继续补充两张手牌 接着从手牌中发动第二张场地魔法旋转引导扇区 自动枪弹龙与麻醉枪弹龙 因为引导扇区的效果上升300手背力 发动枪弹装田龙的怪兽效果 下降一只怪兽500攻手数值 使用对象是自动枪弹龙 而之所以下降枪弹龙的攻防数值 是因为当它成为链接怪兽的效果对象时 即可通过破坏自身 将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送进墓地 原来如此 说书的墓地是为了搞掉游坐的端口装甲 咱就说一张旋风的事 有必要搞得这么夸张吗 你敢想象吗 游坐的防火强龙才是历代主角的 2500怪兽中的最强怪兽 就问被中途列入禁卡的这一殊戎谁比得了 初代的黑魔导和二代的新玉霞 妥妥的两大白板 三代的新陈龙虽然有效果 但经常又不上 四代的霍普是真的猛 攻击力最高能飙到20万 奈何本身的效果只能屏蔽攻击 五代的阴阳眼灵百龙 算了 它应该是历代魂度最低的怪兽 总之今天的主角是防火强大哥龙 对手是经典的男二 带着它那更经典的3000枪管装田龙 双方摩拳擦掌 最先动手的是枪管装田龙 攻击附带怪兽效果 子弹化作金色龙爪 拿捏住了颜值比他高的防火强龙 只见擅长面摊的游座 此刻正一脸懵逼的 看着自己的防火强龙 被抓到了左轮的场上 搞什么 还带中途牛头人呢吗 左领导表示这就叫此消彼长 同时他还给防火强龙的攻击 命名为风暴出击 主打的就是全体牛头人 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 游座只能翻开陷阱卡电脑网络刷新 效果当电子借族的怪兽发动攻击时 破坏主怪兽区域的全部怪兽 因为防火强龙是被夺取的怪兽 所以身处的位置只能是主怪兽区 左领导见状感觉难缠 只能声称自己场上的防御 就如铜墙铁壁一般 比如被效果破坏的 麻醉枪弹龙效果 能在回合结束时从卡组中 特招除自身以外的枪弹怪兽 还有被破坏的自动枪弹龙也有效果 可以再召唤出一只马格南枪弹龙 并且根据场地魔法善区的效果 二龙还能上升300守备 好家伙 这他们要可咋打 无计可视的游座连忙编辑陷阱卡的二重效果 复活目的中电子戒族的链接怪兽 总算是在回合开始前拿回了防火强龙 接着游座还要发动陷阱卡中编码存活 等等 你刚才不就覆盖两张卡吗 效果通过除外目的中的解码鱼者 即可从额外卡组中召唤一只马鱼者怪兽 只见游座终于要发动防火强龙的怪兽效果 根据自身连接端的怪兽数量 将场上或目的中的怪兽打回持游者的手牌 左领导赞美效果不错 但枪管庄田龙不会成为怪兽效果的对象 游座迫于无奈地将对象改为马格南龙 然而左领导却表示不行 因为马格南龙当成为效果对象时会自保 并将场上的一只怪兽送入目的 面诞如水的作哥表示老子心里有数 通过除外目的中的电脑网络刷新 解锁自己的木坑陷阱卡 效果保护电子戒族不受其他卡的影响 好家伙 作哥的硬卡速度属实够用 而且还是抽到极用 其名为永续魔法战斗魂兽去 效果只要相互链接的马鱼者和防火强龙还在场上 马格南龙和麻醉枪弹的效果就会被封印 而这么一来就等于封印住了枪管庄田龙的子弹 游座要尽全力的进攻了 首先是让防火强龙对决枪管庄田龙 这个瞬间 游座启动边马鱼者的怪兽效果 让防火强龙不会受到伤害与破坏 就是这个瞬间 游座还要发动变马鱼者的多重效果 让防火强龙的攻击力上升 枪管庄田龙的攻击数值 游座大手一挥地发动战斗缓冲区的二重效果 在这张卡上放置一个缓冲区指示物 而没有一个指示物 自己场上的电子戒足怪兽就要上升700攻击力 原来如此是这个目的 虽然防火强龙攻击过了 但作为辅助变马鱼者还没有动过手 左领导大喊天真 发动枪管庄田龙的怪兽效果 下降对方怪兽500点攻击数值 并且对方不能把这个效果当作效果来发动卡片 随着编马鱼者的进攻失败 游座的生命值降到400 继续放置一个缓冲区指示物 让防火强龙的攻击力飙到7200 游座表示现在左轮的手段已经进出 这个回合是唯一一个能战胜他的机会 你敢相信游座的木坑竟有三张之多吗 强悍的效果在防火强龙VS枪管庄田龙时 突袭了对方玩家 瞬间秒掉左轮4000生命值 在此之前 游座使用注定一抽 在一顿神不其神的操作下 将防火强大哥龙的攻击力提升到7200 虽然这回合已经没有攻击的次数了 但左领导的怪兽效果也全部用尽 通过除外目的中的重编码存活发动效果 游座利用效果复活解码鱼者 怪兽效果根据连接端的怪兽数量 将攻击力提升到2800 发动场地魔法电脑网络宇宙的效果 再上升解码鱼者300点攻击力 发动战斗缓冲区的魔法效果 根据放置指示物的数量 将截码鱼者的攻击力提升到轻眼鸠急龙 截码鱼者给我剑斩那头铁 年轻人不要太欺少 翻开陷阱卡枪管冷却 效果通过释放麻醉枪弹龙 将这张卡装备给枪管装填龙 而枪管龙也会得到选择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 使其不被战斗及效果破坏的效果 将枪管龙的效果转给马格南枪弹龙 而就是这个瞬间 当马格南龙成为效果对象时 可以通过破坏自身 将场上的一只怪兽送进墓地 这下就连刚从墓地回归的 解鱼马者的攻击也被消除了 又来了 作歌的教义大法之精神三连 这一刻三点主教主懵了 看着面前这个说着自己口头馋的家伙 左领导想起了十年前的事件 住口 决斗是用来给大家带来微笑的 不是你复仇的工具 总之尤座在此刻成为了历代主角中 唯一一个主打复仇的尤家人 至此决胜回合重启 作歌要上演木坑三连 发动墓地中并行端口装甲的效果 通过除外自身和两只链接怪兽来发动 让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 可以连续攻击两次 一发电磁解析波正面击中了枪管装填龙 漂亮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就是要让左领导没有解释效果的事件 众人见状直呼流劈 感慨尤座居然把左领射到了墙上 而且还是四千生命值得顺利 事后天生反拍箱的小黑想要吃掉左领 奈何天降一道惊雷 差点就把小黑披免 而失去了一条膀子的左领也是说话算数 将删除网络病毒的程序交给尤座 至此男二 左领和尤座结下了不紧之缘 而为了唤醒演了好几机床戏的奎妹 尤座用非常绅士的方式将程序传给奎妹 咱就说你把手放下去输入 旁边那两人也不能说啥呀 推妹卡士疗服一群 深藏功与名 不过此战也是耗尽了游座的力量 回到现实世界后坐在椅子上就陷入了沉睡 草哥趁着这个时间解析小黑吃掉的汗诺程序 结果发现小黑这个人工智能不靠谱 吃回来的数据竟是自己的身体 时间来到第二天 因为队友草哥开的是热狗店 所以不用给钱的游座顿顿吃热狗 顺便听着魅影娇娃对他的赞美 可谓美好生活 好家伙 草哥开这店真的有收入吗 光顾着撩妹子都没注意到人家没付钱 总之娇娃出于好奇游座说得十年前的事件 试图通过黑入瘦公司找到线索 奈何就在接触到核心时 瘦公司的系统开始发威 搞瘫了娇娃的电脑 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娇娃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 奈何老马被上司降职了 现在瘦公司的安保部长是牛哥 于是娇娃只能给草哥发了封邮件 而谁又能想到明面的热狗店老板背后 竟是个顶级黑客 邮件大概意思是用瘦公司的系统漏洞 约Premay卡出来打牌 当然游座要是输了的话需要交出小费 不过游座并不在意 第一老子一高人胆大 第二身为决斗者必须要打牌 第三约他的人是个30左右的玉姐 于是牌局就此搞起 你听说过玉姐专用的幻变骚琳卡组吗 怪兽的展开速度堪称六代之最 一回合就能铺满全场 娇娃非常符合自己卡组的名字 在网上主动邀约起了作歌 于是牌局搞起 两人赛前定好堵住 顺便嘴炮了一番 娇娃先下手为强 其手就是一张幻变骚琳之网络傀儡师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后 从卡组中选择一张陷阱卡覆盖在场 接着娇娃又点了一下骚琳卡 覆盖在场结束回合 只见此刻的景深依然眼神犀利 抽卡的弧度无比锋利 将手中的电子界男巫拿出了12星大怪的气势 说实话作为第一个出场的电子界组 男巫的造型绝对够用 面对有两张骚琳盖牌的娇娃 游坐化身铁头娃 让电子界男巫用脸探后场 娇娃对着手牌轻轻一点 发动幻变骚琳之查询 昆提兰纳克的怪兽效果 以特殊召唤上场为代价 无效游坐的这次攻击 好家伙 在这赖皮呢 特招怪兽也算代价 反正只要这只特招的骚琳在场 就能无效对方场上一张卡的效果 过分 这么赖皮的效果是怎么写出来的 娇娃数据抽卡 化身天衣无缝的女人 声称决斗现在才要开始 首先召唤第二只骚琳傀儡师 其次通过她的效果 将一张骚琳陷阱卡覆盖在场 棘手 三只怪兽加三张盖牌 这是要玩中坑的节奏吗 素材条件是两只以上的幻变骚琳怪兽 不过娇娃选择的却是全场怪兽 娇娃翻开陷阱卡幻变骚琳的具现画 特殊复活目的中的骚琳傀儡师 接着骚娃镜还要召唤怪兽 翻开永续陷阱卡幻变骚琳的协议 根据骚琳傀儡师的怪兽效果 将骚琳傀儡师送进目的 以此复活另一只骚琳傀儡师 随后将其中一只傀儡师当作祭品 发动隐私王的怪兽效果 从卡组中将一只骚琳怪兽 特殊召唤到隐私王的连接端 V6中竟然有能防住游座所写的女性决斗者 而且使用的卡组还是人如其名的幻变骚琳 全城都在预判游座的战术 堪称最会打牌的女性之一 骚娃发动寻到梅露心的怪兽效果 当对方场上有怪兽在场时 可以对对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同时梅露心的二重效果也会启动 将对方场上的一张卡送入目的 骚娃选择的是电子剑男屋 骚娃大喊战斗 让骚琳傀儡师发动直接攻击 咱说要是把这剑魔换成人形 是不是就真卡如其名了呀 只见受到直接攻击后的游座生命值降到1900 而骚娃也是真把游座当成了草 让骚琳美杜莎发动直接攻击 对此游座甩出手牌必锁守卫 怪兽效果当受到直接攻击时可以克招 并保护自己不被战斗破坏 这是骚娃的恋爱提醒主人 小黑是想让骚娃攻击 于是听人劝的骚娃直接放弃攻击并结束回魂 只见游座才刚抽张卡 骚娃就及时叫停 翻开了陷阱卡幻变骚琳的协议 通过释放寻导梅露心 发动幻变骚琳美杜莎的怪兽效果 从卡组中选择一只骚琳怪兽 特殊召唤到它的连接端 骚娃选择召唤的是幻变骚琳之犯在鱼一斤 作歌表示当额外怪兽区域只有对方怪兽时 即可特殊召唤备份链接者 通过释放自身破坏额外区域的全部怪兽 奈何骚琳傀儡师却被骚娃送进了目的 以此来发动骚琳协议的陷阱效果 无效对方发动的怪兽效果 无情打牌机听后吻如老狗 表示当电子戒足怪兽的效果发动 被对方的怪兽效果无效时 即可从手牌中特殊召唤出阵列协同者 发动阵列协同者特招成功的怪兽效果 复活目的中的备份连接者 骚娃表示没啥用 通过收回场上的骚琳协议 发动犯在鱼一斤的怪兽效果 将由作的阵列协同者打回手牌 休想得逞 发动必所守卫的怪兽效果 当一只电子戒足成为效果对象时 无效双方怪兽的效果 也就是说阵列协同者 和犯在鱼一斤的怪兽效果 将被全部无效 因此阵列协同者不会返回手牌 骄娃一方成功守住了骚琳美都沙 不过游坐一方也留下了 链接召唤用的素材 骄娃感觉问题不大 反正自己还有后手 草哥将这场战斗称为 高手间的疯狂队一 这绝对是游戏王V6中 能撼动魁魅地位的女人 主打的就是用一手骚琳卡组 疯狂针对无时无刻 都想缩写的游坐 奈何手段进出 也无法阻止游坐的二重缩写 让后者召唤出的 绿魁马者给一顿爆锤 最后被座哥的神勇彻底打服 在此之前 仅身一人打出能引导未来的回路 链接召唤的素材 需要两只效果怪兽 游坐选择的是 必锁守卫与阵列协同者 链接出数值为二的 降频掠夺者 接着还没完 座哥要通常召唤出 平衡负载者采取攻击表示 随后立马发动 降频掠夺者的怪兽效果 用炼阶端的负债者的攻击力 降低骚琳美杜莎的攻击数值 然而这一战术 竟也在娇娃的预判当中 翻开陷阱卡换遍骚琳的伪装 效果让骚琳美杜莎隐身 躲过掠夺者的怪兽效果 对了 骚琳伪装还能让美杜莎 无法成为对方的攻击对象 游坐要支付1000生命之为代价 明面上是为了发动负载者的怪兽效果 实际上是不择手段的所写 效果从自己卡组抽卡 直到出现怪兽为止 在加入手牌后恢复双方玩家 同那个怪兽攻击力数值的生命值 叫娃姐在第二章就抽到了怪兽卡 攻击力不多不少 正好卡在了游坐的牵血边缘 所屑不成就发动负载者的怪兽效果 从手牌中通常召唤出扫描人偶 而扫描人偶的怪兽效果 也是支付1000生命值才能发动 而扫描人偶的效果 是将骚灵伪装的效果 用在犯在雨衣巾的身上 虽然具体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 不过风暴连线的启动条件已经满足 碰巧数据风暴也是说来就来 咱就说这风暴是为游坐定制的吧 只见这次的风暴之强 竟把游坐和娇娃全都吸了进去 游坐二话不说就要硬卡 娇娃姐使用糟糕的姿势疯狂摇摆 这一刻 一个绿油油的巨人出现 而反观娇娃姐则是偷击不成18米 非但没能阻止游坐还差点掉入了万丈深渊 幸好游坐只是面冷心热 还知道英雄救命 两人排局重启 游坐二话不说就打出回路 用场上的两只电子戒足怪兽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数值为三的圆马鱼者 绿葵的效果是根据额外区域的怪兽数量 封锁住对方的主要怪兽区 原来如此 高速决斗能用的怪兽区只有三个 所以已经有了一只怪兽的娇娃怪兽区将被全部封印 虽然娇娃的场上还有两只怪兽 奈何全都因为骚凌伪装的效果无法成为攻击对象 与此同时 游坐还要释放人偶发动二重效果 让圆马鱼者获得二次攻击的机会 只见圆马鱼者两刀过去 差点就给娇娃砍上了巅峰 好家伙 作哥还真把郁姐打服了 事后排局结束 游坐和娇娃深入交流了一番 你见过机器人在先攻回合就削了游坐五张手牌的操纵吗 起因是游坐被人算计了 遇到了历代都有的削牌卡组 决斗开始后还没轮到自己的回合 四张手牌就被人家削了个金光 只能空手进入到自己的初始回合 可怎料 对方竟连游坐刚抽的卡也不放过 由于游坐战胜了魅影娇娃 获得了入侵搜公司的线路 奈何娇娃也有自己的小算牌 将线路交给游坐是为了让他当幼儿 替他和老马引开瘦的防御机器人 友情提示 因为上次的汉诺歧视事件 导致老马从瘦公司的安保部长变成了卫生部长 而他现在之所以要入侵自家公司 是为了搞清楚十年前的事件 如果涉及到黑暗就要将其攻诸于世 最后 虽然娇娃输了还算计游坐有点硬 但他还是留下了足以改变剧情走向的后手 不过游坐和草哥也不傻 知道娇娃将线路交给他们肯定有鬼 但作哥就是属于那种一高人胆大的类型 仗着自己的排技强大 主打的就是一个横推过局 十分顺利的入侵进了搜公司 而搜的新任安保部长老牛也不是个擅长 在发现快要入侵到中央的普惠妹卡后 立刻派出两大决斗机器人前去狙击游坐 眼看两大机器人连话都不说就要打牌 小黑忍不住吐槽 与此同时 娇娃和老马找了个隐蔽的弟弟 趁着守卫被牵制果断登陆V2世界 这时没有排影的游坐陷入围攻 毕竟就算是他也没有把握在敌方大本营战胜两大机器人 于是游坐采取孙子兵法中的分而兼之进行战术走位 成功堵到了落单的强域湖 至此排剧搞起 不知除了主角先攻必输的强域湖上来 就主动削减了500生命值 以此为代价特殊召唤触手集群之岸边 好家伙 看着卡的样子是要玩套路吗 上古之卡机械复制术 将卡组中的两只岸边全部召唤上场 只见强域湖要用三只触手集群作为素材 进行链接之为三的链接召唤 其名为触手集群之家坦截恶 怪兽效果当链接召唤成功时 即可在链接端召唤出触手集群的钻头怪异虫 接着强域湖还要普照第二只钻头怪异虫 用作家坦截恶的效果祭品 一回合清空一次链接端的怪兽 而就是这个瞬间 钻头怪异虫的怪兽效果会启动 随即选择对方的一张手牌送入目的 上来就削了游作两张手牌 看来想要快点解决掉强域湖有点费劲了 对了 刚才进入目的的怪异虫是两只 所以要带走游作的全部手牌 我的天 头一次见到先攻全灭对方玩家手牌的战术 这个决斗机器人是真的秀儿 小黑吐槽游作没有城之内属性 遇到了天虎手牌的对手也就算了 居然每次都被人家随机选中了怪兽卡 而就在游作抽卡的一瞬间 强域湖还要发动怪异虫的目的效果 通过除外这张卡 随即选择对方的一张手牌丢入目的 接着目的中的另一只怪异虫 也能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回场 好家伙 先攻回合就削了游作五张手牌 幸好咱作哥主打的是木坑套路 要不还真容易被放倒在这里 然而老牛部长也是个机智大叔 知道在这个世界性游得都不简单 于是便让赶来的棕色强域湖 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看来老牛部长是个人间清醒 势必要扭转这个世界 只有打牌才能解决事情的规则 但不从小 游作一方也有强缘 说实话 葵妹的声音真的动听 搭配现实里的她那高冷性格 此处可称为点睛之笔 你敢想象曾在2018年 获得过冠军的淘气先星卡组 遇上了先攻回合 就削掉游作五张手牌的削牌卡组时 双双竞会演变成了互相魔削的圣人决斗吗 主打的就是一个套路 而比的就是谁的套路更脏 就在强欲壶砍掉了游作新抽到的唯一一张手牌时 另一头棕色强欲壶就对游作发起了人身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 蓝色天使及时赶到 声称 于是就这样 葵妹唯没有手牌的游作 分担走了一个决斗机器人 把屏幕前的老牛气到大脑颤团 毕竟是个正常人看到后 都会以为这是前任部长 让自己的妹妹来给现任部长添度 而这时的前任部长正在入侵自家公司的系统 在听到自己的妹妹被娇娃安排去支援 奎妹卡后 当即就想去代替妹妹 幸好被有一手好囤的娇娃劝阻 话说老哥你进入VR世界都不换皮肤的吗 不说现实和网络两个人的奎妹 以及从校服换到景深衣 顺便烫染了发型的作歌 就说你面前没换造型的娇娃 人家好歹也戴了个口罩 为什么你入侵自家公司都如此正大光明的呀 与此同时 奎妹的决斗已经搞起 机灵的她果断拿下了关键性的先攻 起手就是一张改变不了环境的场地魔法 淘气仙星的闪耀舞台 效果让玩家将一张淘气仙星加入手牌 而加入的仙星正好是一只除抽卡以外的方式加入手牌后 即可特招的淘气仙星之莉莉贝尔 接着蓝色天使还要从手牌中召唤淘气仙星之木曼陀罗 怪兽效果选择一只淘气仙星加入手牌 不好意思 这其实是淘气仙星的错误示范 毕竟在4000血的大环境下 淘气仙星卡组是真的可以秒人 只见奎妹用场上的两只仙星作为素材 成功链接召唤出了数值为2的霍利安琪尔 当然 那只怪兽也属于淘气仙星系列 这时疯狂说说的奎妹骚话不断 竟又发动了一张仙星魔法卡置换 效果一回合一次 将手牌中的仙星无效效果后 以减半攻击力为代价特殊召唤 只见奎妹特招的是新的仙星玉灵罗 不知是怪兽还是魔法效果 双方玩家可以个抽一张卡 不得不说奎妹这卡组是真的猛 一套连招后还能覆盖张卡 并将场上的玉灵罗选为效果对象 发动手牌中淘气仙星之曼朱希华的怪兽效果 通过收回场上的玉灵罗即可特招上场 这一瞬间霍利安琪尔的效果会启动 每当连接端有淘气仙星的怪兽被召唤时 就能给予对方玩家200点伤害 接着在仙星给了对方玩家伤害后 淘气仙星的闪耀舞台还能追加200点伤害 助手 这样的决斗是无法给人带来笑容的 奎妹表示没错 打牌就是要给自己带来笑容 给对手戴上痛苦面具 发动手牌中淘玲珑的怪兽效果 再给予对手效果伤害后特招上场 没错 这就是淘气仙星的精髓 主打的就是一个消穴之下的魔血 只见对手才刚抽了张卡 奎妹就又开始了说书 每当对手增加手牌时 就能给予200伤害 同时奎妹还要发动闪耀舞台的场地效果 追击给棕色强玉湖200伤害 对了 当淘气仙星给予对手伤害后 霍利安琪尔就能上升同数值的攻击力 好家伙 你是知道你的卡组有多烦人士吧 棕色强玉湖发动永续魔法深渊诱火 通过支付500点生命值 特殊召唤触手集群至岸边 好家伙 你们两个机器人主打就是不洗牌吧 奎妹表示幸好抢下了先攻 要不轮到自己是自己空手了可杂打 发动玉玲珑的怪兽效果 对方发动怪兽效果后给予玩家200伤害 好家伙 叫什么奎妹啊 叫奎嬷嬷嬷应该更形象吧 发动深渊诱惑的效果 受到伤害时给予对手200伤害 奎妹表示来得好 不就是互相消穴吗 发动闪耀舞台削减对方玩家200生命值 她喵的 看来这部的先攻是真有必要强啊 你看过这场七步游戏王中最经典的消穴大战吗 触手PK偶像 不对 是淘气先行VSCB卡组 全场没有怪兽之间的战斗 有的就是比谁先用效果伤害削死对方 就问一次能造成的伤害只有200 但两人却能在三回合之内奋出胜负 可想而知这场消穴对决有多离谱了吧 被后手削了200血的奎妹 立马发动闪耀舞台的场地效果 回敬给了棕色强玉壶200伤害 接着奎妹小眼一咪 上升霍利安琪而同数值的攻击力 棕胡不甘示弱 启动深渊诱惑的魔法效果 在削减掉奎妹200生命值 同时打出远古魔法卡机械复制术 从卡组中召唤出两只暗边的同龄卡 好家伙 看这姿势不知道 还以为你是要放弹亚能量炮呢 棕胡以三只暗边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数值三的加坦极恶 说实话对付奎妹确实该上触手怪 怪兽效果当链接召唤成功后 可以将触手怪兽召唤到她的连接端 棕胡选择召唤的是触手集群之炸弹吸盘 接着主打没洗牌的棕胡手里还有一张 召唤第二只炸弹吸盘 紧接着发动加坦结恶的二重效果 一回和清空一次连接端上的怪兽 而炸弹吸盘和削手牌的怪异虫不一样 进入效果是给予对方玩家400伤害 因为不是一起被破坏 所以能在第一次破坏后发动深渊诱惑的效果 当500以下的效果伤害发生时 给予对方玩家200伤害 傀妹吐槽棕胡在半门弄服 居然敢和淘气仙星比效果伤害 棕胡不屑一鼓 发动炸弹吸盘的目的效果 通过除外自身给予对方玩家400伤害 以及深渊诱惑的追击效果 将傀妹的生命值消到1800 下一秒傀妹发动淘气仙星玉玲珑的怪兽效果 削减棕胡200生命值 不得不说这绝对是两大毒瘤之间的战斗 一个比一个脏 棕胡除外第二只炸弹吸盘 削减奎妹400生命值 并且又来了一次深渊的诱惑 将奎妹的生命值砍到红鞋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 V6中居然还有这样好玩的对决 生命值降到400的奎妹决定所写 将霍利安琪尔的攻击力提升到2800 棕胡大哥表示还有套路 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柔认出手机群 将被除外的炸弹吸盘特殊召唤回场 才第二回合两人就用不到500的效果 伤害战斗到了所起 奎妹模仿游泻的脑中模拟 结合自己的剩下的生命值算出 对方肯定会用自杀式的攻击打过来 对了差点忘了 棕胡的回合还没有进行过攻击 于是攻击的对象正是曼珠西华 好家伙谁能想到这古灵精怪的性格 在现实中竟是个不爱和人交流的高冷少女 奎妹通过收回场上的淘气先行之闪耀舞台 发动陷阱卡淘气先行之花铺 效果无效对方的一次攻击 棕胡因为是机器人所以立马结束了回合 不有感情的行为看得老游人都妈了 话说触手对偶像 这一剧情是那位天才想出来的呀 自信的奎妹宣布游戏结束 没有盖牌的棕胡将不会有下个回合 原来作哥你还在呀 这里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 现在的游坐虽然手牌被灭 但它即将上演空手一回杀 不过为了能让各位看得舒服一些 我决定先讲完奎妹的战斗 从手牌召唤淘气先行之木曼陀罗 根据她的怪兽效果将一张卡加入手牌 奎妹表示要链接的条件是两只先行怪兽 将玉玲珑和曼珠西华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有两颗虎牙 和尾巴上带蝴蝶结的淘气先行之甜心恶魔 哇塞 这个妹子的造型相当卡哇伊啊 发动霍利安琪尔的怪兽效果 当连接端有先行怪兽被召唤时 削减对方玩家200生命值 棕胡一如既往地喊出深渊诱火 奈何奎妹就仿佛没有受到伤害一般 将这个伤害数值加给了霍利安琪尔 虽然目前只剩下200生命值 但足够搞定对方了 编辑甜心恶魔的怪兽效果 当对方每次受到伤害时 将对方场上的怪兽 随着连接端上的怪兽数量 没有一只就下降200攻击力 接着奎妹还要从手牌中打出 魔法卡之淘气先行的引用 效果简单来说 就是将对方的一只怪兽弹回手牌 棕胡见状直接懵了 怀疑奎妹是继承了有史的娱乐决斗 戏这么多 霍利安琪尔不讲武 在互相削削的战斗中 偷袭了加坦结尾 而棕胡也要发动魔法卡 效果无效一次伤害 奎妹小手一束 表示情况全在她的预料之中 至此 棕胡被甜心恶魔的一棒 清空了生命之子 奎妹获得了本次决斗的胜利 你见过在初始回合 被人家全灭了手牌后的游座 用目的中武装有效果的卡 上演了空手一回杀的天秀操作吗 只见没有手牌的游座 不自动结束回合 反而是要除外目的中的 两只电子戒斧怪兽 用来发动目的中 双汇边亚龙的怪兽效果 以攻击力减半作为交换 特殊复活并召唤上场 同时 当点阵图跳离世被除外后 也能特殊召唤回场 接着游座要支付一半生命值 发动目的中的第四章 装备魔法电脑网络碎片整理的效果 太赖皮了吧做歌 连装备卡也要安排木坑效果吗 大带意思就是 能复活目的中的电子戒族怪兽 而游座复活的滑屏小丑 也绝不是个简单的东西 怪兽效果在自己没有手牌时发动 通过支付1000生命值 让玩家抽一张卡 说实话赖是爆赖 但看着是真过瘾啊 只见数据风暴无处不在 哪怕是人家公司的系统里面 只要游座的生命值到了1000以下 这个风暴也会随叫随到 只见冲到风暴海洋中的游座 伸出手臂上衙海底暴月 无数怪兽都在风暴里等着作歌来选择 刹那间一张白板随之出现 话说游座每场决斗都解锁一张楼外 什么时候能进化到完全体啊 还有那只防火强龙是只出场一次 就被官方送进了禁卡表吗 游座用三只怪兽设置链接标记 听不懂的小伙伴们将其理解为祭品或素材都行 好家伙 终于不是马鱼者系列的怪兽了 不过这建模叫做恶魔马鱼者会不会更好 游座用刚才神抽到的卡 召唤出了一回杀的最后一块拼图 首先用电子剑男巫的幻影冲击 变爆钻头怪异虫 然后用平方恶魔的地狱火焰 烟灭触手极群之家坦杰勒 将强欲狐的生命值销到仅剩1100 紧接着游座将电子剑男巫作为祭品 发动平方恶魔的怪兽效果 在连接端召唤出刚才被破坏的怪兽 同时让平方恶魔获得再一次攻击的能力 好家伙 这是要从墓地拉出来再揍一顿吗 游座让平方恶魔发动名为残忍回旋的攻击 一脚踢爆上来就把他手牌削没了的罪魁获手 至此绿狐的生命值也成功归联 与上级说完了的魁妹 同时结束了本次的战斗 话说这对男女主真是绝望 一个在初始回合完成了空手一回杀 一个用淘气先兴疯磨血大败自闭卡子 然而游座费了这么大的进入青道所公司的资料库 却发现早已被人黄雀在后 在看见大舅哥和焦娃后 机智如游座瞬间反应过来 这就是焦娃给他陷入的目的 而大舅哥属于游史的类型 先一步看到资料他劝说游座复仇 因为他从资料中得出 游座是十年前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不得不说大舅哥还真是天真 在看到小黑后不光让游座复仇 还让游座把小黑交出来 总之核心思想是为打牌找理由 但这个大舅哥就是把自己当成很公正的自大狂 与此同时 败给了游座的焦娃也劝他放弃 表示大舅哥的卡组相当恐怖 对此游座直接传教 说出三点自己必须要看到资料的理由后 用小黑作为赌注 与大舅哥掀起了一场排局 众所周知 武藤王样是口湖开山王 武藤小表是重坑决斗王 游城时代是神抽孤独王 不动游星是硬卡抗压王 99游马是改卡圣母王 神游史是娱乐黑化王 那么你知道第六部的主角头目游座是什么王吗 答案是木坑复仇王 游座VS财前皇 游没有发型优势的大舅哥仙宫 其手就是一张覆盖的怪兽卡 然后召唤出掩达三角之地边守卫者 怪兽效果当场上有覆盖怪兽时可以特殊召唤 从手牌中召唤比特塞尔号 接着游座通常召唤名为电子界组件的右翼塞尔号 怪兽效果能以无效效果作为代价 复活目的中的堆战复活者 将三大杂鱼低心怪兽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数值为三的解码鱼者 游座用电子组件的效果特照出一只衍生物 随后再用堆战复活者的目的效果 当成为链接素材时可以以守卫表示 复活一只四星以下的电子界组怪兽 游座选择复活的是电子界组件 同时发动解码鱼者的怪兽效果 根据链接端上的怪兽数量 没有一只就上升500攻击力 大舅哥表示当对手的链接端有怪兽出现时 底边守卫者就会被破坏 而作为交换 大舅哥可以从手牌中特殊召唤一只银达三角怪兽 出来吧 2500攻的银达三角猎群 大舅哥使用银达三角狗的怪兽效果 让游座场上处于链接状态的怪兽 没有一只就下降1000攻击力 翻开陷阱卡莱莫恩的攻差点 这张卡当场上没有怪兽存在时会被破坏 但一旦要有对手就不能攻击里侧手背的怪兽 排挤高超的游座大喊小一颗 出来吧引导未来的回路 好家伙 作哥这死亡说书着实有点恐怖啊 用电子界组件和他的衍生物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数值2的火焰框架管理员 大舅哥见状感到发懵 区区1200的怪你也好意思拉出来现眼吗 游座表示老子的怪攻击越低效果越猛 虽然链接出来会受到三角狗的效果影响 但除了身处在截麻羽者的连接端以外 还能用自身效果上升羽者800攻击力 剑斩了大舅哥100生命值 至此随着三角狗的消失 游座场上怪兽的攻击力全部上升 少有的没被游座一回杀 而且当三角狗进入墓地时 还将场上里侧手背的怪兽转换成表侧形式 大舅哥翻转召唤沿达三角之天使 而既然是翻转召唤 那就肯定有翻转效果 复活手牌或者墓地中的翻转怪兽 作哥刚才的二次链接虽然惊艳 但那头天使和猎狗的翻转效果属是棘手啊 你知道号称无情打牌机器的游座童年有多悲惨吗 本来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就够倒霉的 结果却还在十年前被绑架到了一个空无一物 只有一个VR装置的房间 里面映照出来的是决斗空间 大体上和人造黑暗游戏差不多 只有赢了才有饭吃 而在那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牌 每天都重复着枯燥无聊的生活 不知道何时才能从这里出去 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什么时候 在一无所知的不安当中只有不停的战斗 而财前晃在明知游座的过往后 竟还在游座的面前卖惨 首先是十年前 他和奎妹的父母双亡 有情提示 奎妹和大舅哥是重组家庭 所以他俩没有血缘关系 首先是一群亲戚夺走了他们父母的遗产 然后是大舅哥为了生存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变成了为了生计而不择手段的黑客 说实话在听到他出卖自己灵魂后 我还以为他用自己的颜值去干那什么了吗 这种事情别说一集至少黑客人家一次的游座 就连人品极好的游蟹也是黑了官方好几次 怎么到你这就成了无间地狱呢 不就是和妹妹相依为命吗 身为孤儿的作谢二人不比你惨破了 总之大舅哥是站在了圣人视角上 劝说游座放弃仇恨 将伸张正义的事情教他来做 被激怒的作哥称大舅哥应该是好人 但是他不是 眼看大舅哥还在逼逼赖赖 看不下去的小黑出手吗 一身西装的大舅哥潇洒一抽 翻转召唤阎达三角狗 翻转效果将阎达天使的攻击力 加给阎达三角狗 同时阎达天使会转成里策手卫表示 要发动阎达三角猎犬的二重效果 降低对方链接状态下的怪兽攻击力 于是学老奶奶的阎达三角狗 要挑软柿子的火焰桂圆念 瞬间消掉了游座一半生命值 不过失去了链接端怪兽 就意味着脱离了链接状态 所以截马鱼者将不受三角狗的效果影响 召唤1700弓的均衡负载王 同时游座还要翻开永续陷阱限制代码 效果在发动时 按自己目的里的电子戒足链接怪兽的数量 放置同数量的指示物 只见游座利用限制代码的效果 将边马鱼者特殊召唤到截马鱼者的链接端 将后者的攻击力提升到2800 突然大舅哥大喊没用 他要发动炎达三角狗的效果 下降链接状态的怪兽1000攻击力 看来面对限制链接的套路 游座也是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将均衡负载王和鞭马鱼者作为素材 进行链接次的链接召唤 出现吧 之后要进进卡表的怪兽 藤木游座的真正王牌防火强龙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恐怖的连锁之一 两张能保护怪兽的魔法陷阱 一只能无限增值衍生物的怪兽 还有一张类似于加拉尔号角的永续陷阱卡 拥有极其条件后顺杀玩家的能力 没错 这就是大舅哥的反链接卡 游座被逼无奈 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王牌防火强龙 台前晃剑状小手一只 让炎达三角狗发动效果 下降处于链接状态的怪兽1000攻击力 发动魔法卡连接之动 效果当场上有链接4的怪兽存在时 按照自己场上链接3以上的怪兽数量 打掉对方同等数值的怪兽 被清场的大舅哥感觉棘手 他没想到游座居然想到了 同时打掉两只怪兽的战术 而因为没有了怪兽 大舅哥场上的永续陷阱也会被破坏 至此战斗差不多结束了 台前晃发动解码剑一闪 好家伙 大舅哥好体数了 翻开陷阱卡德劳尼炎达三角化 效果当目的中有三只炎达怪兽存在 且对方造成了战斗伤害时 即可破坏造成伤害的怪兽 并且玩家还能从额外卡组中 特殊召唤出炎达三角之锐角地狱群 怪兽效果当目的同时存在天使和三角狗时 各自上升地狱狗1500点攻击力 话说怎么你也是3000点啊 难道说大舅哥想从难以变成哪儿呢 只见地狱三头狗发动锐角数学烈焰 攻击对象正式防火强龙 翻开陷阱卡德普勒相位涂层 化作防火强龙的装备卡 让其获得一回合免遭一次破坏的效果 大舅哥发动炎达地狱狗的怪兽效果 当攻击结束时特招一只炎达衍生物 而连接端上没有一只炎达怪兽 地狱狗就要上升500攻击力 覆盖两张卡后简单结束回合 但就在游坐抽了张卡后 大舅哥立马地翻开陷阱卡热尔港的中烟 效果保护炎达地狱狗不会被战斗以及效果破坏 并且不会成为对方的效果对象 接着当地狱狗的连接端全都有怪兽存在时 通过将这张卡和连接端怪兽送进目的 即可给予对方同地狱狗攻击数值的伤害 只见稳如老狗的游坐打出魔法卡警戒枪兵 让电子戒足怪兽获得手被贯穿的效果 此刻防火强龙从耗服换成了红魔 喷射出名为电磁波解析的攻击 大舅哥大喊暂停 翻开永续陷阱茉莫莉之盾 效果一回合无效一次战斗伤害 至此游坐的必杀一击被躲过 只能将回合还给大舅哥 发动刚抽到的永续魔法奈格尔的守护天 效果保护主怪兽区域的炎达怪兽不会被破坏 也就是游坐无法再进攻野生物了 此刻炎达地狱狗攻击了 有多普勒图层保护的防火强龙 虽然不会被破坏 但根据奈格尔守护天的二重效果 游坐将受到两倍的战斗伤害 事后大舅哥的连招结束 又一只炎达野生物诞生 并提升了地狱狗500攻击力 游坐表示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办法 阻止炎达野生物增值了 况且当条件极其的话 类似于加拉尔号角的热尔岗将顺杀掉他 你知道游坐为什么被称为七大主角中的另类吗 首先是他没有排影 从不打与目的无关的决动 就比如网络上暂时排名第一的人 使出各种手段将游坐框出来后 做歌一听要打牌扭头就走 连犹豫都不带犹豫一下 其次是生人物尽的性格 游坐是单纯的不爱和人交流与接触 最后是常年高涌的面谈表情 就比如现在的他 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封锁 主打链接却对上了反链接卡组 如果是其他主角基本都会露出惊讶 或者绝望的表情 但到了游坐这他非但不慌 反而在小黑想和他建立起羁绊霸佛时 做歌直接来了剧 好家伙 这就是做歌前妻的性格 比当时刚从橘子里出来的谢哥还要很 不相信别人的游坐相信自己的卡组 会引导自己找到真相 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此刻大舅哥认为游坐已经无计可施了 于是又开启了他的圣人视角 劝说游坐放弃复仇将一切都交给他来办 因为在大舅哥看来游坐这个年纪 应该去学校和朋友们一起畅谈未来 去过名为青春的平静生活 奈何游坐是个人间另类 这时听不下去的魁妹跑来了 他想听听游坐的身上 到底背负着什么样的血海深仇 原来就在十年前 一共有六个孩子被绑架了半年之久 其中的两个分别是游坐和草哥的弟弟 他们被分别关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 在那里除了打牌就是打牌 一旦输了除了被电疗以外 还会被没收今天的食物 简称人造黑暗游戏 而除了面临着恶肚子与电疗的肉体惩罚以外 精神上的伤害才是最恐怖的 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人解决掉 在一无所知的不安中度过了半年之久 如此痛苦发生在小孩子的身上 让身为哥哥的草质听着都感到痛苦 不过不知为何事件突然在半年后被解决了 但时至今日犯人都没有找到 事件也被完全地隐藏了起来 而因为是S级的事件 所以连六个孩子的身份都无法确定 简单来说就是游坐的身份 游坐突然开始传教 表示第一点是他的人生被斩断 他要知道真相 第二是他和草哥因为那个事件 心灵受到了巨大创伤 时至今日还有人没从当年的事件里走出 第三是在那地狱般的日子里 有一个和游坐一样的孩子 在默默地鼓励他 并教会了他三点教育 于是游坐必须要去救他 原来就在事件之后 作哥甚至接受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心理治疗 即便他很努力地想和别人交流 想以此忘记那个事件 但不管过去了多久 那个事件就像烙印一般刻在了游坐的心里 于是游坐从那以后就下定了决心 要直面自己的命运 反正对游坐来说 即便复仇是人们口中的无聊之举 他也要将其彻底解决 而听完游坐嘴炮的财前话 也是告诉了游坐幕后主使就藏在数据之后 反派主角游坐向大舅哥询问幕后主使的名字 可大舅哥却用不想让游坐 成为复仇的魔鬼的理由而拒绝 只见大舅哥表示要在这回合落下游坐的位置 大舅哥让锐角地狱狗吐出火焰射险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防火强龙 稳如老狗的游坐不知慌张为何物 发动速攻魔法电脑网络后门 效果通过除外自己场上的一只电子戒斧怪兽 将一张比他攻击力低的电子戒足加入手牌 而被除外的怪兽除了能在下回合返回场上以外 还能获得对玩家直接攻击的能力 游坐用除外防火强龙 换取加入手牌的是网络小龙 老子的目的是让多普勒向未涂层失去装备怪兽 进入目的后发动他的二重效果 当离场时结束战斗阶段 现在致命的攻击已经被挡住 只要等回合轮到游坐时 就能用回归的防火强龙解决掉大舅哥 只见大舅哥突然大喊 发动炎达地狱狗的怪兽效果 在自己的场上特招一只野生物 并根据链接端上的怪兽数量 没有一只就上升400点攻击力 小黑吐槽大舅子是在作无用功 无论再怎么提升攻击力 游坐都可以在下回合指导黄龙 说实话我怀疑 做哥每次都打得这么辛苦 纯粹是因为小黑在疯狂赌乃他 此刻大舅哥打开魔法卡欧拉回目 特效看的我以为是光能使者要出来了 此刻大舅哥的AI表示 当场上存在三只炎达怪兽时 就能封锁住对方玩家的攻击 并且能在自己的准备阶段 将场上的一只炎达怪兽的控制拳 转移到地狱狗的链接端 那么也就是说大舅哥在下回合 能将炎达衍生物放到游坐的场上 接着只要再召唤一只怪兽或者衍生物的话 凑齐发动条件的热尔岗中烟 就会给予游坐4500的伤害 好家伙 互相赌卖谁能受得了 把背后灵当空气的游坐表示 这是一场为了贯彻正义的决动 对此大舅哥十分赞同 他要在获胜后让幕后主使负责 好家伙 原来做歌的人生信条是 我心我心皆为正义 发动电脑网络后门的效果 取回被除外的王牌防火强龙 接着召唤网络小龙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时 可以从卡组特召一只二星以下的怪兽 游坐选择召唤的是比特精灵 游坐用比特精灵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出链接一的链接蜘蛛 怪兽效果一回合一次 从手牌中将一只等级4以下的通常怪兽 召唤到他的链接端 游坐召唤新的怪兽数码精灵 召唤条件为两只电子戒足怪兽 游坐将小龙和数码当成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二的还原术式 游如老狗的大舅哥表示没用 只要有欧拉回路在场玩家就无法攻击 好家伙 游坐是真没把小黑当人看啊 我愿称其为史上最惨的背后领 此刻游坐用链接蜘蛛进行第四次的链接召唤 现身吧 链接一的安全守卫者 想象一生主打复仇的藤木游坐 竟然还有如此善良的一面吗 明明可以用防火强龙直接攻击 却选择弹回了财前晃的三角狗与炎大天使 四次链接召唤出了链接一的安全守卫者 怪兽效果不能作为链接召唤的素材 并且在场时只能存在意志 而游坐选择放置的位置竟是地狱狗的链接端 大舅哥听到小黑的抱怨后 将游坐刚才的四次链接召唤当成了绝地反击 但在发现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性后 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果然即便是 是以理智著称的大舅哥 只要一打牌也会有上头的时候 发动当链接端全都充满了怪兽时 将那些怪兽全都破坏的热耳榜中烟效果 给予游坐同地狱狗4500攻击力的伤害 只见大舅哥小手一指 让炎达地狱狗将效果伤害打给游坐 此时烟雾逐渐散去 时髦直拉满的游坐毫发无损 原来游坐刚才的四连链接召唤 只是为最后登场的安全守卫者打掩护 怪兽效果能在特招回合无效玩家要受到的效果伤害 现在因为衍生物全部自爆 地狱狗的攻击力回到了初始的3000 然后由于场上严达怪兽的数量低于三个 欧拉回路的效果也会终结 因此游坐的防火强龙可以用走后门的方式 直接攻击大舅哥 然而游坐却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发动还原术式的怪兽效果 复活刚才被破坏了的安全守卫者 发动防火强龙的怪兽效果 根据相互链接的怪兽数量 将自己或者对方厂商 墓地的怪兽弹回持有者的手牌 因此游坐要将大舅哥墓地里的三角狗和天使弹回手牌 而地狱狗是攻击力是当墓地里存在三角狗和天使时 没有一只就上升1500点 眼看自家老哥要受到伤害 奎妹立马上前去挡 随着一声爆炸 大舅哥的生命值瞬间归零 话说这也不是黑暗游戏 就算身体被打成数据了也不会有事 至于这么关心吗 此刻专业独奶大舅哥的娇娃感慨到 不愧是纵横网络界的奎妹卡 在那种情况下都能完成逆转 面无表情打完一局牌的游坐是对手如鲁 禁止走上前去取走了搜公司的全部数据 咱就说你俩真不愧是一对反派啊 偷人家公司的数据偷得如此光明正大 事后裁前大舅子叫住游坐 询问为什么不用防火强龙直接攻击 对此游坐的回答是 既然三脚狗和天使代表的是你和奎妹 两者合力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 作歌还有如此善良的一面 话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游坐想打的只有那头给他添麻烦的地狱狗呢 最后裁前晃和裁前奎感情加深 作歌和草哥联手解析 找出了十年前事件的幕后主使洪尚胜博士 以前任职搜公司的科技研究员 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洪尚胜早已在七年前就已经宣布死亡 与此同时 佐伦和已经死亡的洪尚博士 制定了一个要将网络事件 彻底毁灭的汉诺塔计划 你敢相信当黑化了的正面人物对上反派时 使用的手段竟能让反派都直呼卑鄙吗 这天网络事件里出现了日识 正在决斗的怪兽们突然短路 瘦公司的安保部门对此无能为力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习向每个决斗者 唯独具有反派气质的作歌 看着汉诺骑士制造的日识感到兴奋 次日学校里出现网生者传闻 决斗盘会在晚上伸出白色的手 不由分说地将主人拉进网络世界里 留下仿佛被掏空的身体昏迷不醒 因为症状和魁妹那次一模一样 所以草哥直接黑了室内的各处监控 发现却有往生者的事件 而且遇难者已经住满了医院 原来草哥的推测是他们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 可现在看起来却是有什么人夺走了他们的精神 让遇难者变成了空壳 目前经过几人的调查 发现这群人有三个共同点 首先是看起来就知道会打牌的发型 其次使用的都是旧版决斗牌 最后他们都是黑客 结合以上可以推断出 汉诺骑士是在根据普雷妹卡身上的特征 开始大范围狩猎决斗者 而草哥也不愧是游座的最强助力 火速地筛选出了下一个受害者 奈何游座来晚一步 等他冲到房间时 路人小火已经失去了灵魂 身处网络世界的他被新的汉诺骑士狩猎 在坠入悬崖的瞬间 鬼种又没有办法的办法 与小火一起坠落海底 因为鬼种和小火的感情十分要好 所以要为好友报仇的鬼种 直接假扮起游座 以此引出了汉诺骑士中的基因祖博士 话不多说排局搞起 由于是主线 所以必须是赌命的黑暗游戏 先攻由基因祖博士拿下 当即方场上没有怪兽的时候 可以无需祭品召唤出 地狱罗战鬼之吐蕃属巨魔 我去 上来就是2600吗 怪兽效果一回合 无效一次战斗伤害 不过你为什么要说出来 鬼种表示小哥讲究 还知道照顾对手 鬼种召唤钢鬼霸王龙采取攻击表示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时 可以特殊召唤手牌中的钢鬼眼镜蛇 接着发动手牌中钢鬼蝙蝠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手牌中的钢鬼蝎子送入木屋 让自己以手背表示召唤上场 同时上升一只钢鬼800攻击力 不愧是胖虎 开局就用三只怪兽进行链接召唤 要是分开进攻的话 对面好像还真没什么防御的手牌 胖虎召唤新的钢鬼雷霆石人魔 攻击力还不如钢鬼霸王龙呢 只见胖虎要发动成为 炼击素材的三只怪兽效果 将除它们以外的卡价入手牌 瞬间就补充了刚才用掉的手牌 随后打出装备魔法钢鬼黑暗面罩 让雷霆石人魔变成暗黑石人魔 此举令人窒息地操作 看得对手目瞪口袋 咱说你黑话就黑话 为什么要把今天穿的苦茶子套在头上啊 等等 你个卖热狗的我人你很久了 平时精通黑客技术也就算了 为什么连摔角的知识你也懂 此时画面回归排局 胖虎哥打出魔法卡钢鬼毒物 只见另一个令人窒息的操作开始上演 这里我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只能给鬼种胖虎哥摇旗呐喊666 咱就说带苦茶子黑话就算够离谱 怎么还带朝对面吐口水呢 发动暗黑雷霆石人魔的怪兽效果 增加一次通常召唤的次数 而钢鬼闪光斧梯蟹能根据自身效果 无需忌品召唤上场 此刻雷霆石人魔化身头炙手 把钢鬼蟹当炮弹一样砸向土拨鼠巨魔 这一操作看得吃瓜群众直呼喝了 都知道自爆攻击后会有效果 但为什么要用扔的方式 那样钢鬼蟹不会更痛吗 要注意和怪兽之间的羁绊 搞笑的胖虎哥 发动雷霆石人魔的怪兽效果 当连接端的怪兽被破坏时 上升自身400点攻击力 原来如此适用杂鱼怪兽换取攻击力 你见过攻击力高达5300的钢鬼石人魔吗 胖虎发动钢鬼面罩的效果 当装备怪兽的效果发动时 给予对手500伤害 这一刻基因组博士被电马了 不是说职业摔跤怪兽吗 怎么用的却是法术攻击啊 胖虎发动自爆钢鬼蟹的效果 将一张钢鬼卡加入手牌 此刻基因组博士找回了状态 声称要收下胖虎的DNA 胖虎听后被瞬间吓了一跳 咱说到底是你的台词糟糕啊 还是你的人糟糕啊 胖虎闻炎连忙后退 虽然长得很像但老子是牌老 并不是基老 发动只能使用一次的技能斗魂 复活这回合被破坏的钢鬼怪兽 雷霆石人魔剑状开始工作 带着钢鬼蟹旋转18圈后 砸向土拨鼠聚魔 恕我直言技能这样用多少有些浪费 而且上一个把怪兽当炮弹用的人 最后可是连宿主都输没了 如今雷霆石人魔的攻击力再度上升400 在发动攻击前 又用效果伤害消掉了基因祖博士400生命值 最后让雷霆石人魔以砍碎墙壁的雷霆之力 搞掉土拨树菌 不过因为怪兽效果 基因祖博士不会受到战斗伤害 胖虎表示一切尽在掌握 自从那天他输给了游座之后 孤儿们虽然又开始仰慕起了他 但面对改变了时代的普雷霉卡 胖虎还是想正面打倒游座 于是对普雷霉卡展开了彻彻底底的研究 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形象已经落后于时代 不过他决斗的核心思想 却是为了让观众们开心 说实话胖虎才是真正的决斗效 于是在老邦猜的建议下 胖虎从娱乐决斗者变成了强力决斗者 游座表示没错 这部剧有反派画风的人会比较吃香 奈何对面的那条独眼龙更小 此时从开局被压制到现在的基因博士 打出了魔法卡墓地培养 效果将墓地中两只吐蕃鼠的效果无效 并以攻守数值降维林作为代价复活上场 好家伙 我还以为你要进行超量吗 基因组博士用两只吐蕃鼠聚魔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二的小杨肖恩 同时当场上有链接怪兽存在时 玩家就能不用祭品召唤出恐惧老鼠 此刻基因组博士让小杨肖恩进攻识人魔 虽然知道灵弓的怪兽都是bug 但胖虎还是让雷霆识人魔正面迎上 而小杨肖恩的攻击力会变成同战斗怪兽的数值 就在胖虎以为是要同归于近视 基因组博士却表示小杨肖恩还有 一回合免遭一次战斗破坏的怪兽效果 好家伙 这两只怪兽的抗性居然一模一样 都有一回合免遭一次破坏的能力 等等 你这效果是现编吧 有这效果你上回合直接轰掉吐蕃鼠 再用钢鬼蟹攻击不好吗 基因组博士表示不好意思 两只素材的小杨肖恩还有个怪兽效果 那就是当使用了免破坏效果时 可以通过解放连接端上的怪兽 将同攻击力的伤害打给对方玩家 随着回合结束小杨肖恩的攻击力复原 气势被打没了的胖虎哥要无需忌平 召唤出钢鬼闪光自爆鞋 同时根据雷霆识人魔的怪兽效果 将钢鬼眼镜蛇也要上场 接着果断爆破掉钢鬼闪光鞋 发动钢鬼眼镜蛇的怪兽效果 将钢鬼闪光鞋的攻击力 加给雷霆识人魔 胖虎哥要发动闪光自爆鞋的怪兽效果 将一张钢鬼卡加入手牌 只见胖虎抽到急用 速攻魔法卡钢鬼背部坠机 给予对方雷霆识人魔原本 攻击力变化数值的伤害 说实话像这种时候立下的符暗 基本都不会实现 你知道会嘲讽人的有多 究竟能有多帅吗 胖虎从手牌中发动速攻魔法钢鬼追击 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给对手3100伤害 然而如此必杀的一击 却并不被对手放在眼里 只见基因组博士翻开了陷阱卡再生治疗 无效了雷霆识人魔药造成的伤害 同时发动第二个效果 特殊召唤地狱罗战鬼眼神物 场上有两只钢鬼怪兽的胖虎 对此无能为力 只能将回合转给了基因组博士 而老基因也是用恐惧老鼠的怪兽效果 将其复活并召唤上场 接着基因组博士要进行二次链接召唤 素材选用地狱罗衍生物和恐惧老鼠 链接召唤由最强DNA合成进化而成的怪兽 链接二地狱罗战鬼之死灵达尔文 怪兽效果当处于链接状态时 保护死灵达尔文不会成为攻击对象 因为展开的速度太过赖皮 所以基因组博士除外了能从目的中复活的老鼠 以示自己付出了代价 咱说最强的怪兽链接值才只有两点 这地狱罗卡组队拉胖成什么样啊 这是由于链鬼眼镜蛇进入目的 胖虎要用他的效果将一张链鬼卡加入手牌 并且当有链鬼怪兽离场时 雷霆石人魔将上升400攻击力 接着链鬼面罩的效果也会启动 给予对方玩家效果伤害 奈何基因组博士早有准备 他召唤出的死灵达尔文能使效果伤害变为灵 同时直到回合结束为止 能让自己的攻击力翻倍 瞬间飙到3600点 随后小羊肖恩的攻击力会变成和战斗怪兽相同 并且还有一回合一次的免战破效果 虽然雷霆石人魔也有一样的抗性 能和小羊肖恩战成平手 奈何小羊肖恩有个棘手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连接端上的怪兽陷阱 便可将死灵达尔文的3600攻击力化作伤害打给胖虎 此刻观战的游坐也是露出担心的表情 不过还好胖虎早有准备 将手牌中的钢鬼章鱼送入目的 减半玩家受到的战斗伤害 至此胖虎学起了翻车王杰克 生命值降到了区区200 与此同时 翻软王胖虎还在坚持 可怎料 死灵达尔文竟还有个怪兽效果 无条件地在小羊肖恩的连接端上特殊召唤 此时基因组博士要发动自己的专属技能物中保存 当有链接怪兽从目的中复活时 减半对方怪兽的攻击力与玩家的生命值 好家伙 这是要上演风中残烛杀的节奏吗 随着尤座前往了网络世界后 宅家几个月的女主也要开始行动 只见就在身处绝境的胖虎 要绝望的认输时 黑色风暴突然出现 好家伙 踩着黑色的疾风出场 不愧是反派Playmaker 标准的反派登场 精英组博士见到尤座的到来非常欢喜 毕竟汉诺骑士的目标正是作歌手中的伊格尼斯 恕我直言伊格尼斯比爱好听 而就在众人以为尤座是来营救胖虎的时候 作歌直接来得据天真 此话一出胖虎瞬间爆发 眼看斗志回宫 尤座转头开始搞汉诺骑士的心态 声称基因组博士刚才说过DNA有极限 尤座表示请记住 人类只要胸怀坚定意志地活着 就能完成进一步的进化 这是一场席卷了网络世界的全面战争 尤座胖虎回魅三人 组成了汉诺片的三大主力 瘦公司派遣人工智能军团 与汉诺骑士展开交战 结果不曾想 却被两个人轻松凿穿 就在胖虎要拉胯时 踏着黑色龙卷风的游座赶到 先是假意嘲讽激发起胖虎的斗志 然后转而用嘴炮开搞基因博士的心态 于是排局重启 胖虎趁机结束了基因博士的回合 因为只要不给对手改排的机会 自己就能在这回合全面爆发 此刻胖虎加入了一飞冲天叫 象征反派的暗黑面罩在众人的面前破碎开来 至此暗黑胖虎进化到了胖虎2.0形态 不过要我说你还是戴上比较顺眼 发动魔法卡钢鬼之改邪归正 效果将一张钢鬼卡破坏 气暗投明的胖虎用这张卡榨掉钢鬼面罩 示意自己浑身都是血 接着用改邪归正特招目的中的钢鬼霸王龙 好家伙 我绝对有理由怀疑这哥们是造卡 要不然为什么之前不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只见长相不堪的虎哥 要将食人魔和霸王龙作为素材 进行链接直围4的链接召唤 出来把钢鬼系列之大师食人魔 咱就说有链接4的怪兽不早召唤 是在戏耍对面的绿毛博士吗 胖虎表示造卡不需要工序 但造谣却需要证据 首先发动钢鬼霸王龙的目的效果 将一张钢鬼卡加入手牌 随后打出魔法卡钢鬼再战 效果将目的中的两只钢鬼怪兽 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上场 好家伙 一直召唤怪兽却不亏卡 这让究极七手五换一的水母情何以堪啊 只见胖虎发动大师食人魔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链接端上的钢鬼怪兽返回手牌 无效童返回数量的怪兽效果 那么也就是说死灵达尔 与小杨肖恩的链接效果将被消除 并且大师食人魔可以攻击对方全场怪兽 虽然只能先攻击攻击力最高的怪兽 但攻击力2800的大师食人魔 却可以哄扫绿毛博士的全部怪兽 这就是最后一击了 大师食人魔斧批小杨肖恩 至此汉诺三骑士先败一位 由进化成2.0状态的胖虎取得胜利 事后胖虎直接搜身 找到了解决病毒的程序 此刻绿毛博士在消失前还忍不住吐槽胖虎 真是个被打牌耽误了的演员啊 随着与汉诺骑士的决斗告一段落 知道游座刚才是故意嘲讽的胖虎 表示自己一定要击败游座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和游座联手捣毁汉诺骑士 至此游座喜提两位暂时的队友 组成了汉诺骑士篇的三大主力迎战汉诺骑士 奈何奎妹因为一些事情无法立即参战 而游座也不爱管这些杂语 所以就造成了汉诺骑士肆虐网络的状况 原本和以前 学院决斗部的人基本都要去参战 奈何这代的人里除了河马和奎妹 全都是一群没有发型的歪瓜裂枣 而打牌部的部长一听河马让他们参战 立马以保护自身安全为由 暂时关闭了决斗部 与此同时 胖虎正在网络世界里孤军奋战 虽然也有热血上头的勇士进入到网络世界里支援 但在看到袭来的汉诺骑士时 差点就被吓尿 幸好作哥不是个冷血之人 闲得没事时还会来狩猎汉诺杂鱼 而这个杂鱼也不知道是杂小的 居然还真敢和游座交战 但就在小黑要吃掉杂鱼的数据时 汉诺三骑士中的姐姐直接消除了杂鱼的数据 事后胖虎赶来 向游座询问蓝色天使为何没有出战 之前的三人pose是白白了吗 原来奎妹一直都想去 奈何由于大舅哥现在赴贤在家 天天看着他不让奎妹去玩赌命牌 碰巧这时的搜公司也有了动作 毕竟维护网络安全是他们的责任 新任的安保部长大手一挥 派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大军 与汉诺的杂鱼们展开了一场大战 此战引得了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 而取得的效果也是非常优秀 人工智能们正在以崔库拉朽之势 横扫汉诺杂鱼 直到汉诺三骑士中的剩下两位出马 以两人之力瞬间全灭了人工智能大军 至此搜公司退出了这场大战舞台 此时大舅哥出于责任感 要去替老牛收拾烂摊子 于是剩下的奎妹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这个成熟的红发阿姨是个病毒大师 以一己之力缔造了震撼全人类的往生者世界 而她今天的对手正是使用淘气先行卡组的奎妹 原本奎妹为了不让哥哥担心 决定不再去网络世界里打牌 奈何一个想吹她裙子的女人的出现 用疯狂的嘲讽正大光明的激将奎妹吼 还是学生的奎妹就吃这套 立马登陆蓝色天使的账号 找上了汉诺三骑士之一的红发阿姨 而有趣的是 之前让奎妹演了一个月床戏的病毒 正是这个红发阿姨一手研发 于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两位罕见的女性决斗者排剧搞起 与此同时 一群不明所以的吃瓜 不对 吃热狗的群众们 正围着电脑前观看这场仰眼对决 先锋的奎妹从不洗牌 起手还是那张场地魔法闪耀仙星的舞台 效果之一让玩家将一只淘气仙星加入手牌 当莉莉贝尔通过抽卡以外的方式加入手牌时 可以特殊召唤上场 接着奎妹还要从手牌中召唤出淘气仙星之天仙子 随后将这两只仙星当作链接素材 链接召唤淘气仙星之霍利安琪尔 而当天仙子成为链接素材后 还能从墓地中特殊召唤回场 此时奎妹要发动霍利安琪尔的怪兽效果 每当连接端上有怪兽被召唤出来时 就能削减对方玩家200生命值 同时在淘气仙星给对手造成伤害后 还能启动淘气仙星的闪耀舞台效果 在削减对方玩家200生命值 奎妹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龙姨表示自己已经把淘气脏心研究透了 这次所携带的卡组正是为了针对奎妹的脏心而生 表示在场上存在环境魔法时 即可特殊召唤暗黑木乃一只探针 随后龙姨小手一指 又与出惊人的效果炸掉了闪耀舞台 通常召唤完第二只探针的龙姨 先覆盖张卡以防外衣 然后打出手牌中的永续魔法王家神殿 效果一回合发动一次刚覆盖的陷阱卡 龙姨翻开陷阱卡入侵并无 通过释放场上的一只守备力为0的暗属性怪兽 在之后的三回合内 无效对方玩家守备力2000以下的怪兽效果 并且攻击力也要降为0 龙姨没开二度 通过释放忌品探针发动魔法卡死者缝合 效果在自己的场上特招出三只暗黑木乃一衍生物 龙姨用三只衍生物作为忌品 进行链接之威三的链接召唤 手术简刚要上前斩杀 奎妹就及时叫停 启动永续陷阱之淘气仙星的素根草 将淘气仙星的天仙子送入墓地 让安琪尔免遭战斗破坏 此刻奎妹抽出了自己的蓝色鞭子 用惊人的臂力捆绑住地滑板 看着蓝色天使陷入苦战 小黑想讲两句奈何作歌不让 只见游作和草哥联手调查 总算是在某个网生者视频中 找到了龙姨的真身 你知道在大晚上戴上白手套 孤身一人潜入到寡妇家的游作 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吗 原来作歌和草哥两个顶级黑客 在某个网生者录像中找到了龙姨的真人 因为画质不清 游作直接提高分辨率 连龙姨的毛都要看得一清二楚 火不其然 游作认出来龙姨的现实身份 正是奎妹之前的主治医师 于是游作用自己的三点教育 分析龙姨是汉诺骑士的核心成员 而草哥也是给力 直接人肉了龙姨 发现他现在正在家里后 直接调出了龙姨家的地形图 这是画面一转 游作化身作案专家来到龙姨家楼下 小黑表示这里有可能是汉诺骑士的老巢 就这样 一高人大胆的作哥 单手掐腰的潜入到居民楼 看着一旁让他自爆身份的人工智能 游作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要判定他为可疑人时 草哥黑了进来 这个操作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代即多不压身 即使你是卖热狗的黑客也有用之地 此时游作以一个潇洒的姿势进入电梯 戴上自己的白色手套 鼓声一人潜入到高层 在草哥的指挥下 很轻松的就找到了龙姨家 此刻小黑表示道我表演了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就是直接撬开了30多岁大姐家的门锁 此刻没能继承Y字大丘天赋的奎妹 只能将手牌横在身前依次挡住 被无奈的奎妹只能采取 里侧手背怪兽的方式狗伤一狗 发动手术解木乃伊的怪兽效果 双方回合各一次 将对方身处链阶段上的怪兽原地破坏 当抽到的卡式陷阱时 就能根据手术木乃伊的怪兽效果 削减对方玩家500生命值 此刻强壮的奎妹简直无语道理机制 一只链接直三的怪兽哪里这么多效果呀 注意这里的奎妹要上演名场面了 好家伙 奎妹这体术貌似被做歌还要强啊 龙伊发动玩家的专属技能 其名为禁忌的外科手术 通过将目的中的等级二以下的同名怪兽除外 将两只与除外怪兽同等级的同名怪兽召唤上场 龙伊选择召唤的是暗黑木乃伊之注射器 怪兽效果在深处链阶段上是发动 保护手术简不会受到陷阱卡的影响 这一瞬间 龙伊还要发动手术简写在卡背上的怪兽效果 根据连接端上的怪兽数量 没有一只就上升600攻击力 最后覆盖刚才抽到的二形态的病毒入侵 根据王家神殿的魔法效果 在当回合立马发动 通过释放一只灵弓的暗属性怪兽 将场上连接怪兽的攻击力变为0 并无效其怪兽效果 至此霍利安琪尔变成服侍安琪尔 手术木乃伊因保护不受影响 奎妹反应过来后微微一愣 面对手术木乃伊即将发动的攻击 奎妹将淘气仙星素根草送入墓底 保护霍利安琪尔不被破坏 恕我直言这张卡 真不如有马的减半不破 不过能让奎奎完成所写 也算是较为完美的战术 而看着陷入苦战中的妹妹 大舅哥当即就想去砸了公司的服务器 好让妹妹可以及时脱身 幸好一旁的助力小姐进明示里 声称一个好哥哥就应该尊重妹妹的选择 说实话 这个妹子就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妹妹有生命危险了还不让救 这不是妥妥的看热闹不嫌是大吗 你知道高冷的奎妹笑起来会有波田吗 生命值仅剩100 如果能把这张卡送进墓底的话 或许会有一线生机 而奎奎的专属技能正好可以用上 奈何因为手术木乃伊的怪兽效果 一旦龙一抽中了陷阱卡 就能让奎妹自取灭亡 所以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考后 奎妹决定冒险一搏 发动专属技能淘气先星的欺诈 将手牌中的一张淘气先星送入墓底 好家伙 没想到龙一的功课做得如此之好 居然连奎奎的专属技能都知道 第一张抽到的是魔法卡 此时的龙一还丝毫不慌 随后抽出第二张卡 我去 竟然是社长的巨大病毒 只见现在的龙一笑容逐渐消失 无奈发动反派的注定一抽 结果不出所料 龙一的注定一抽还没有练到家 此刻笑出声的奎妹 发动墓地中淘气先星曼德拉草效果 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回场 龙一见状不屑一步 刚要结束回合 奎妹就在这个时间段发动欺诈效果 根据墓地中淘气先星的章术 除外龙一抽到的手卡 发动神抽的奎妹拿到了好卡 召唤淘气先星之玉玲珑 这一瞬间 龙一发动C型病毒的陷阱效果 无效守备力2000以下的怪兽效果 并且将怪兽的攻击力降为零点 进行链接直为4的链接召唤 这一刻全场沸腾 因为链接4正是目前最高等的怪兽级别 所以大妈就成了奎妹的王牌 首先是当曼德拉草成为链接素材时 将对方处于链接端上的怪兽破坏掉 并且在目的里发动的怪兽效果 将不会受到C型病毒的影响 同时手术木乃伊的攻击力也要恢复原状 并且因为注射器的怪兽效果结束 手术木乃伊将受到2型病毒的影响 无效怪兽效果并让攻击力降为零点 奎妹大手一挥发动麦当娜的二重效果 墓地里没有一种淘气先星怪兽 就给予对手200伤害 瞬间消掉了龙一1200生命值 眼看攻击即将到了 龙一在输入了某个指令后 生命值就此归零 事后两位美女交流了一番 由于输给了大头娃娃 龙一开始洗白自己 释放了解除往生者病毒的代码 让被困在网络世界里的人回归现实 而与此同时 夜袭寡妇村的游坐也终于来到龙一的房间 发现龙一那充满韵味的身躯正躺在椅子上昏睡 草哥闻讯感到 两人刚想对阿姨做些什么 就看见左伦帮龙一闭上眼睛 至此以一己之力解决了往生者事件的癸媚 正是受到了大舅哥的认可 嗨 嗨